还有我们三位局长以及所有副事务同仁 事务官员以及我们议员同仁 今天早上是我们交通地震的一个咨询 是14、15、18、1点3天 那有我们交通局、地震局、观望旅游局 三个机关的业务咨询 首先今天我们的主持有我来主持 我们现在第一位执行的议员是我们沈佑远议员 那我们执行的时间是15分钟 那我们现在请开始 谢谢 谢谢主席、副事长、各位局长、各位主管 大家早 各位媒体、先进门大家早 15分钟我来执行这个交通方面的问题 王局长 我要请教你一下 BRT目前是谁在来负责管理 BRT 我们有没有人 还是就是你王局长直接负责 BRT的这一个 管理现在是谁 现在我们有捷运工程处负责部 好好好那责任工程处那请教我所知道的好像连专业的总经理都没有了 我们已经找到了他六月就会上任了 这段时间是空窗期 那也听说你们的工作人员也都必须一三五人流去BRT做清洁工是不是 这个议员让我说明一下 我们BRT公司 他现在还在路上还在跑勒 你把工作人员掉去做清洁工 哇王局长你是为了我们台中市政府来省钱还是觉得这个我们的工作人没有加以好好的运用能力是太可惜是不是 不是议员让我说明一下BRT公司有一个清洁外包的公司 这家公司因为招标之下的结果 我告诉你那就是很奇怪嘛 这个人用的不是正确的一个位置 反正有人就好就对吧 这个就是你的心态 不管怎么样就是这样 那从林市长上任以后 他就说BRT是合系 然后这个他是一个很烂的一个政策 从林市长上任之后 各个局处很多的事情 其实让民间感觉就是说 若是欧极共所做的都是不好的啦 只有你们民家人做的工作这是对的啦 那好 那我要在你的工作报告里面 260页 工作报告是王局长你做的吗 还是下面人做的 是整个局团队合作写的 成立合作写的好 那我要问你啊 在260页里面 对你讲说减省了260亿 然后要来这个 减省然后再加上未扒包的18亿 你要278亿 要提高市民更好的大众捡运输系统 是 局长 261的预算在哪里 260亿的预算在哪里 260亿是原来的VRT整体路网 规划计算 好 王局长 那个是未发生 你告诉我 这个预算 260亿预算 是发生在哪一个年度 发生在哪个年度 报告预言 这个部分还没有发生 还没有发生 然后你们就可以跟林肇宣称 节省了260亿 所以我来做审视 林肇荣的团队 难道都是这种 信口开河 不尊重议会 没有通过的预算 开始在宣导 你们很厉害 没有钱的出处 你们就可以讲 我已经要怎么做 你们真正是 不知道要怎么说 有关不计划 你们懂懂的 什么叫做尊重议会 上会通过的 就像这个 通议条王一样 预算没过 到处的去宣导 确定他要正式上 这个整个正式的启用 警察都不知道 你们最大呢 是不是 没有预算 你告诉我 发生在哪一个 哪一年度 没有对吧 100年到104年 哪个预算有 有没有 你那么够打赌 你拿出你的印象在哪里 我们会发生的事情 你居然可以跟大众讲 你把所有的老百姓 都当成傻子了 是不是 原来如果照原来的 六线齐发的BRT 确实需要那么多的经费 对 那个是还未发生 我现在要讲的就是 林佳雯的团队 都是第一次 阿伯做浩大喜功 是吗 你阿伯 你是不是 我们来打赌 因为如果照你这样讲 确定 就是没有军议会的预算 只是 可能哪时候 你现在都把六线齐发都已经砍掉了 哪来的260亿啊 哪里 你告诉我哪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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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六线齐发的后面的BRT的这个经费没有执行的话 那市政 你不要再讲了 我现在告诉你一个规矩 上会发生的 请你们尊重议会 不要讲大话 我节省了260亿 请在哪里 没有嘛 那不然你会跟我说在哪里 来来 我说我 我也很有意思 来啦 你拿到 这个260亿的预算在哪里 拿不出来 你去跪台湾大道 拿出来我省又年去跪台湾大道 好吗 可不可以 我都敢是敢跟你拼 要更小呢 所有的官员都听清楚 不要这么自大 不要以为你们觉得你们想做事 我买这华语的但是 请尊重 勿无法记 对吧 您这样的讨厌就是这样子吗 干吗呢 还是因为你刚来什么都不搞 你没做过关是吧 真是哦 我看每一个局势啊 你们大家真的要摸摸良心啊 还是说BRT 因为就是欧洲共和时代的产物 所以 只有 逢福就必反 他就是没有的 没有的啦 我也是台中市民啊 我也很期待说 你能好好做啦 但是不要把老百姓 当成傻子 王局长 可以吗 可以是 好 那你有再说到 你还讲了 蓝线BRT 还没有发包的18亿 你转为要改善 台中市的一个交通状况 其中的18亿 的17亿 他是要作为蓝线的延伸 延伸 从太平 西延伸到台中港 我告诉你 民众是多么期待这个可以做这样子一个交通建设 你现在不要做啊 你要怎么对太平 来到 台中港市的居民 要怎么解释 怎么样解释 你要不要跟民众道歉说 我就觉得 我这间做的办法 所以我就不要做 我就跟他说 是这样 报告议员 海线的部分 因为优化公车专用道以后 原来BRT 裁减 废掉的路线 在7月8号以后 全部都恢复了 所以海线的居民 因为优化公车专用道 你给我把居民给我请坐 你给我给我请坐 你给我给我请坐 你的优化路线 一定比BRT好吗 你敢跟我保证打保证吗 你那个派生马给我 帮我跟我保证说 一堵比越干了 对吧 报告议员 我们恢复了原来海线民众 要直接到火车站这样的路线 本来都要在静怡大学转车 很多的国中生必须父母在那里接送 我们恢复了以后 到从海线到火车站 从火车站要到海线的民众 就可以一车到 我跟你说 预测到底 你的传团在哪里 我都不知道 我刚才知道你们一开始 就说这不好那不好 刚才林家郎康夷夷做事最好 我也很期待 我也很期待 真的很好 你们自己想的 然后自己做的 有些还没有的就开始在 很自大 你都觉得 没输真的土豪地 他够了就算了就对了 我预言宣导的部分 我们会加强宣导 我们再来多宣导 让民众来了解 是 而且还有 你这个18亿 局长 你不做 这是林家荣的权利 但是你不做 你不可以马上把这个钱挪作他用 你必须来追减预算 你要做什么你再去说 你要把客户改变 不同的东西 你要照着程序来 你不说你要怎么走 你怎么走 林家荣要你担吗 什么意思 林家荣有失望钱吗 你改变的钱吗 不是 大家都吃过的钱 那台中市库的钱 你不做可以 你追减预算 我跟你讲 你提供本席 截至目前为止 BRT到底花了什么样子 明细的资料 提供给北行参考 没问题 然后把BRT追减的 马上拿进来 不要这样子的目无法计啦 你看喔 局长 你现在告诉我 目前我们到台中有多少的汽车族 我们目前整个台中市的这个 大约多少人你知道吗 我们的汽车有 汽车有 汽车有164万9464辆 汽车在�飞 汽车 he 蛮ato Holland 对 欧多巴 164万949万 一百六十几万的机车主动队 对 但是我告诉你 目前我们现在的机车停 机车停 机车停车阁 真的是 不是机车主不愿意去遵守 而是因为你是否提供的 停车阁根本是不够的 是 台貨公司或者一大型的議員 他們的停車場都有特別規劃了一區 我們的機車停車格 是 報議員 我接任的時候 台中市的機車停車格是六萬三千格 我贊任到現在拖化了八千格 現在已經是全台中市有七萬一千多格停車格 我們今年度的 七萬多格 這要是不夠 你剛才說了 我們的汽車組都有150幾萬 我們是我們的機車組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數字遠遠不夠 所以本市要求對我們現在有的 入外的停車的地方 想辦法去做一些的機車停車格 或者我們是地下公有地下停車場 或者是我們的立體停車場 要來攻劃一部分來做機車停車格 可不可以 可以 這個我們來努力 但是短期間我們先做路邊 因為騎到樓盤的人有 我告訴你 尤其外包給 能去管理的這樣子的一個立體停車場之類的 我覺得那些都應該做一個部分的修正啦 是 因為有合約 所以我們要求他們協調 用協調的方式請他們 當然 使用者付費這是合理的 因為騎到樓盤的人沒想要騎到二樓 也沒想要騎到二樓 總之你不要有說 如果我黑白停我們現在所看的地方 因為沒有機車停車格 我如果有所在我就會停啊 所以變成造成我不得不去違法 那不是我要違法耶 是你們政府因為沒有提供適當的地方 讓我能合法停車 我會說 以我來說 我不管騎到樓盤還是塞車 有的可以騎到樓盤的 我很高興 因為我不會去用吊車 我不會花七八塊 我花了四十塊 六十塊 我都很高興 所以你不要以為人家不願意 所以我現在已經有八千價 我們可以騎到樓盤的停車價 我說你現階段可以改善的去著手改善 你多久可以來做這樣的改善 你能承諾本席 我們四年內讓汽機車主的停車格 應該有的供需比能夠達到一比一 這是公平 是甚麼呢 公平 公平 一比一 公平對 我跟你講 局長我也很期待你這樣好好做 因為真的廣大的機車群 真的為了要停個合法的停車位置 經常是找不到 結果經常要背那個罵名 說你們只要騎到樓盤都沒有停車 順雄咧 是你們政府沒有提供足夠的停車格 讓民眾 真的是很無辜的 甚至還要通常被罰款 對不對 還要背著這個論庭 造成市容的這個 整個的不美觀 甚至造成一個交通的一個問題 會造成一個意外 我希望你這部分好好來檢討啦 即刻去想辦法去改善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你請坐 謝謝 那個我們地政局張局長 因為我們目前十四期重劃 總共六個公區 那其中 第六公區 因為我們這個土庫西的問題 所以 變更設計 那也造成他整個的工程是延宕的 那我經常接到 一到五公區的這個土地所有全能說 誒 議員啊 那不是我們這公區的事 我們要做什麼 這樣不可以 快把土地拖到我們 局長 時間 就是金錢 你把土地早點給他 也許有人要賣 也許有人要做任何的規劃 因為你土地沒有給他 他什麼都不能做 那這部分 局長 你可不可以把他脫鉤 是不是你回答一下 快點我時間快到 不好意思 議員這個跟您報告 我們第六公區是剛剛絕標 八月份開始動工 那總經費在控制之後 我們一定開始 那你告訴我大約多久 民眾問我 我才有辦法代替你們回答 是 那分配的作業 我們預計是在一百零六年 可以開始做分配 一百零六年 哦 教廠數萬了啦 這個地主是多久以前就開始 都不能有收入 然後為了佩服 配合市府的一個重劃 然後造成這樣 財產的損失 我們提前來辦 請浪趕 謝謝 謝謝我們 主要的議員的指揮 局長請坐 接下來我們請 歐美村議員跟李天生議員 聯合執行時間式文章 請開始 謝謝大會主席 我們劉議員 林務市長 我們交通局王局長 我們地震局張局長 觀光旅遊局陳局長 以及所屬的一級主管 還有我們記者先生 小姐 大家早 早 嘿 呃 觀光旅遊局局長 你過去在高雄當過觀光旅遊局長嘛 那現在在台中了 我想請問 陳局長 陳局長 台中有幾個觀光的景點 你去過了嗎 你去給大家 二十九區大概都繞過 二十九區我知道啊 你要講一下啊 觀光的景點有哪裡 哪裡 我們現在 你講得出來的有幾個 那我想基本是說 像我們在山縣的部分裡面 我們從 新社 東勢 接下來包括 谷關的溫泉 這些 跟石缸 我們目前在規劃是一個區 海縣的部分裡面 我們是著重在包括是那個 鎮南宮一路到那個高美四地 一路到下來到吳七一港一路 下來到 呃 龍井一帶 包括那個東海大學 包括屯區的部分裡面 我們包括整個草務道裡面 柯博館草務道一路到 美術館 還有我們未來大概年底或明年春開的 國家科技院 這些都是一個觀光的亮點 那接下來就包括是 東風 霍風 呃 那個那個雙鐵跟 坦雅省的所有腳踏車的部分 這個是我們在 下半年的部分 也會規劃一些自行車的 所有的一些 呃 局長 那你說過 你 你給我說明一下 我們豐原 後裏區 豐原區 五星密 赫賊 五星密 赫斯雷 你回答一下 在 豐原 後裏喔 在後裏的部分裡面 像 後裏 我們接下來包括有幾個菌區裡面 包括整個花卉的部分裡面 還有 這些 薩斯鳳的部分 還有包括麻場的部分裡面 還有包括有一些 遊樂園區 這些都是 還是 從 豐原一路可以拉到 後裏 所有的一些觀光的廊貸 都會是在規劃的範圍裡面 那好吃的 我們的廟棚小吃 廟棚小吃 你還沒有講 那標誌說你還沒過 好 OK 去過 那我 再問你 你去年 12月25號 就 就職了 那我們 去年的冬天 你有在 台中賞鷹嗎 有 泰安派出所的櫻花季 你看過 我有推廣 泰安派出所的櫻花嗎 對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我也有推廣 呃 我記得 這個活動在 開辦的第一天 我沒有見到你的 總理 我沒有看過你 我也沒有看你出現 那你說 你看過 後裏的櫻花這麼漂亮 後裏 泰安派出所的 櫻花 泰安派出所的櫻花 是我上一屆議員的時候 向我們前市長爭取的 在那裡 我們做了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公測 綠美畫 那種的經費開600萬 目前 我們看到的 我們那裡的櫻花 就是 泰安派出所周圍的 就是沒有很多的櫻花喔 差不多六七十張而已 你知道嗎 可以吸引多少人潮 你回答一下 我們大概 今年的部分裡面的人潮 我想大概都是有 應該有兩三萬多 兩三萬而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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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這個局長 你今年齁 如果你辦的事 你要好好用心一下 這個活動齁 我建議 你要綠臨參加一下 你不要再缺席了 不是 因為那天的母親節 我也看不到你 我們行程非常多 所以我們也要 你的行程非常地多 都在分批在跑 這些各種行程 可是局長 是 母親節 重要 重要 好 那母親節那天 你很忙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封園區 去公所在 舉辦 模範母親 是派你要去立臨 你去頒獎 所有的里長來投訴 我們的局長沒有到 派一個好像是主秘吧 對 是不是主秘 以往喔 我們紅王庫啊 很少說局長不到的 很少局長不到的 就算觀光局長不到 以前還有衛生局長會到 可是看不到的 是你們各局長沒有到 這個是我在那裡的時候 我看到的啦 好啦 這個喔 也是一個過程 只是跟你探討一下啦 呃 局長 本席在問你 你目前 對我們厚里馬場了解 有多少 有幾匹馬 有幾公尺 歷史有多久 請你回答一下 我們現在在整體的馬匹 大概有七十幾匹 也七 應該是七 七十三匹左右 七十四匹啦 嘿 嘿 血騎馬有 四十三匹嘛 對 那我們 這洋的馬 三十一匹嘛 對 七十四 對 好 幾公頃 是 我們大概十四 十四多公頃多 嗯 嗯 啊 那 那這一次我們其實特別跟議員報告的就是說 我們藉著花博大概因為 他的歷史有多久你還沒可以回答嗎 我們可能會整體的幫他做一個整體的 花博的問題我還沒有問到哪裡啊 2018年我還沒有叫你回答啦 2018年我還沒有叫你回答啦 你們回答的機會 總結束的時間還有齁 歷史有多久 請你回答一下 我們我們是在民國四十一年的時候就成立啦 四十一年嗎 對 四十一年是有軍中啊 對 我記得應該是從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就開始了嗎 那個是騎兵隊 對不對 三十一年開始 那四十一年有軍中我們來監管之後 延續到現在對不對 對 好 嗯 2018年的花博即將登場 本席再問一下 後來你買到 應用多大 請你回答一下 目前應該影響不大 只能改變得更好 有沒有納入在2018年的花博裡面 那個是一個核心區 核心 對 那核心 我們局長你要怎樣來推動2018年 我相信最近大家 2018年的花博講得飛飛揚揚的 說要什麼停辦什麼的 市長也一直在講 這不可能停辦的工作嘛 那一直在講停辦的問題 那不是多指一舉嗎 局長你回答一下 我們在跨局處的整合會議裡面 2018年的花博繼續在辦理 花博一起 那我們 呃 林佳龍市長上任後 後裏馬場他有承諾 他要越做越好 啊 對 要怎麼把後裏馬場 推動得更好 人潮更多 因為後裏馬場 雖然土地非常的寬廣 唯一不足的是 人潮不夠 遊客不多 啊 對 你高雄大過了 我相信高雄應該觀光也做得不錯 那你在那裡當局長 那麼多的規劃 竟然你來了我們台中市 陳局長 你有什麼 政策推動 能夠講一下嗎 包議員你剛才提到那個後裏馬場的部分裡面 因為它是非都市裡面的保育山坡地 所以它在受限的時候 我們包括所有的那些建物的部分都不能改建 所以這一次裡面 藉著花博的部分裡面 會把後裏馬場整體的那些非都市的這個保育的山坡地裡面 大概解編了之後 我想未來我們在整個所有的建物 跟所謂的設施的改善的部分 應該會比現在藉著花博的部分會做得更好 好 局長你請坐 你請坐 其實我要叮嚀局長的是 在我們這個區塊 而且我們林佳龍市長在選舉的時候 也一直在推動2018的花博 那現在已經當選了 這個市長的推動 我們要全力的幫他做得更好更棒 局長 對不對 我稍稍稍給你們檢討一下 我昨天接到我們里長來了這份公文 這個公文是我們觀光旅遊局 你所發出去的文 你們要去會看他們後裏區 擴大區域匯報建議案件 你發了5月13號 呃 早上10點 星期三的會看時間是昨天10點要到 你發文是5月11號 這張文是5月11號 你跟我們里長幾點 接到這張公文 你們10點到了那裡 沒有提早通知里長 沒有提早通知里長 又把10點05分的時間 打電話通知里長說 李柳 你來會看一下 明明發文就是10點 為什麼叫他11點 在那裡會看 這種的文 你們都不知道要怎麼發 你們可以提早一天發嗎 你讓里長可以提早一天拿到文嗎 你讓里長不知所措 通知的時候人不在 我們後裏的時候來通知 這個單位你們進行來做檢討 會後叫你們科長再跟我應對 接下來的時間我們交給李天生議員 好謝謝大家好 那我想那個 跟那個我們的林副市長 先報告一下 這個我們稱為你做啦 你做啦 這個雖然是 身為執政黨的議員 但是你也要把這裡的關完 稍微說一下 這個交通 地震 旅遊 我想 本社今天要來問聯合諮詢 可能沒有人知道 但是沒有人知道我有諮詢的時間 也有諮詢 也沒有人來問 不然要問什麼 副作 要檢討一下 沒關係 好像說我們應該 要來這邊 好好的跟大家 質詢一下 大家才會感恩 很不好意思 剛剛我們的那個 汪議員在講到說 我們的那個 旅遊局的局長 那我想簡單的問你一下 剛剛講到的一些的這個政策 包括花博也好 都是在前朝就制定好的一個政策 到底要做不做 我們的政策要做 要怎麼做 我相信你們有很好的幾位 那本社相信說你們做得起來 包括我和所有政策的團隊 大家來做看看 他們當然是沒有問題 但是本社在問你說 那過去 這個前朝有說過 這個雪谷 這個燃車 要做嗎 巴海豚生態館要做嗎 還有我們的大安媽祖 這個主題園區 我們宗教主題園區 要做嗎 局長你簡單回答一下好嗎 攬車的問題 我想 簡單的說明一下 要不要做啦 因為攬車的部分裡面 涉及到 我如果環評的時候 我要經過 那個 限制區域裡面 那個 環評很困難啊 環評很困難啊 因為他必須有環評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程序 但是我必須要做 土地的取得的部分裡面的認同 跟那個證明書 自愛難行對不對 對 所以呢 有困難 好 白海豚生態館呢 會做 要做嗎 要做 還是要做白海豚 但是 會做整體的檢討 做檢討 要做 白海豚可以上岸嗎 但是基本上可能會傾向 因為 這個如果還是一個 沒有白海豚的白海豚館 那就好像是一個 沒有馬祖的一個 馬祖園區是一樣 那你講到馬祖園區 到底有沒有馬祖啊 不過那個部分裡面也是要重新做檢討 聽說我們那個胡志強市長被送那個 連 那個 那個 連成會 這個說 花了 這個幾十億 然後做了一個 那個所謂的那個 馬祖的那個台子 明天的馬祖神像 不一定會做的 那不是 是不是 屬於連政跟政風的 我們不清楚 但是基本上 這個工作是在發包執行中 發包執行中 對 好 你不要騷擾風台妹 發包執行中 到底 有沒有要做那一尊神像 有沒有 那個是嵌目 那個是台灣 馬祖聯誼會 嵌目的部分 他必須要 製行承諾 剩下三十秒 跟你總結一下 我剛才那些都是前朝做的 那麼 我們的市長邀請你來 你的資歷這麼的完整 包括這個 船運也好 空運也好 包括你整個資歷這麼好 那麼你到底有沒有提出來 說 我們以後 你有沒有比較創新的想法 在這個觀光旅遊局這一塊 要好好的為我們台東市民 做一番的作為 有沒有 希望說 本期在這邊提出來 讓你們好好的思考一下 好 謝謝 感謝 歐美村議員 跟林辰聯誌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 賴佳惟議員 楊頂章議員 還有鄭文欣議員 三位聯合質疑15分鐘 請開始 謝謝主席 大家 都有看到前面 一台腳踏車 你們大概也知道 我們要 跟各位 詢問 什麼問題 各位 注意我這邊 我想請問一下 有騎過 i-bike的 請集所 都是下面科長級的比較多 情況下 表示說 很多人都有騎過 這一個 i-bike 我記得市長在2月的時候 他有說過 在4年內要完成 i-bike 369的計畫 大概要有300個站 那300個站 以29個行政區來講 29個行政區來講 那 不會是平均 每一區 有10台吧 局長 你回答一下 謝謝 謝謝議員 謝謝議員 i-bike可要設置 一定要出現群聚才有用 就是說 一次設 在那整個區域裡頭 至少要四站五站 他才有辦法 假借以還 所以 他在設置的時候 一定是一組 一組設的 不會是單點的設 所以剛剛一眼挑 如果我們有300個站 29個區 一區 擺10個的話 那這樣子其實是沒有什麼效果了 所以我們現階段的目標 用300站來做 那我們是希望 先往學校的附近 風景區 人潮聚集的地方來處理 那我知道你 局長的意思 那本席想要再請問王局長 清水有很多觀光區 紫營園 高美濕地 無期漁港 還有 這一個 港區藝術中心 還有很多 地方美食 米溝 肉圓 丁丁 以王局長剛剛講的 很有專業的這個判斷 清水 大概要設幾個站 無期殺戮 各要設幾個站 請局長回答一下 是 我們如果從 以高美濕地為核心 以高美濕地為核心 那個地方接下來要推動 所謂的綠色運輸 所以那個地方接下來會就 比如說這個 iBike 在那個地方就會比較多 那剛剛這個議員提到 包括清水園 包括這個 這個 有些這個 美食 那這些地方 對背包客來說 對這個 這個 年輕人來說 都是很好的地方 那我們希望他到這個地方 也是用iBike 所以 清水 這個 就是我們講這個清水 這個無期這一帶 本來就是我們現在鎖定 非常重要的 局長我剛剛很簡單的要問你 要設幾個站而已 你不用講那麼多 大概要設幾個站 什麼時候會確定 好 我們現在的這個 因為有預算 所以我們現在才在這個 下一階段我們所進行的 我們會用這個網路來做票選 我們會提出 請市民建議的地方 但是因為我要跟議員報告 那表示說時間還沒有確定嗎 要設幾個站還沒有確定嗎 如果議員提的那個清水的那一塊 現在是沒有確定 對 好請坐 還沒有確定 當初 騙我們 這個民眾 說VRT的車站都會設這一個 iBike的 這個租借的 這個 iBike 結果 簽約了之後 我才發現 第一期 只有60站 這60站在哪裡 就是從我們台中火車站 到草馬 那個乙東 草馬乙東 有60個站 草馬乙西 東海大學 洪光大學 靜宜大學 都沒有設站 海線地區 龍井 龍井 沙路 無期 還有旁邊的清水 我希望我們 市政府 胡市長 我們不要 讓我們海線的民眾 感覺到被悲哀化 那我想請問一下 海線民眾 要等多久 才能有iBike 王局長 提到的那幾所大學 本來就是我們鎖定的下一個目標 包括昨天東海大學的總務長 都來跟我們討論東海大學附近要怎麼設iBike 所以我想包括東海 宏光靜宜 最後到了這個沙路 到了清水 這是一個很好的這個旅遊的動線 包括整個海線的這個旅遊的動線 透過iBike 雖然天氣很熱 騎腳踏車也很累 所以我們那個站距啊 不可以拉得太遠 所以我剛剛提到說它一定要有群聚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海線的我想在明年 因為今年的預算我們接下來還會有這個規劃 那明年的部分海線應該就會出現iBike 好 局長 已經四個多夜了啦 我希望盡速把這個iBike的站 盡早把它設定下來 不要讓我們海線的民眾 感覺到被邊緣化 是 局長請坐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曾光靜宜演 謝謝 謝謝楊議員 我們的 主席 還有我們副市長 各局市首長 記者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對楊議員的問題 一樣這個要拜 我要請我們的交通局長 東南區現在有幾十 東南區 東南區 東南區給它立行國小 一站 對啊 立行國小一站 好 請坐 東南區這麼多的民勝古蹟 還包括我們台中市 中文年當時用13條的綠原道 東區就包含7條 你剛才跟楊議員說的 你要設三百的站 你也要上網公開 投票 的地點 你從東南區 未來 要設幾站 還有我們的車頭 鐵路高級之後 前一站到後一站 你iPad要怎麼放 譬如我剛才有跟你說過 我們有十三條的綠原道 為我們這個東光綠原道 到這個新大綠原道 樹葉立原道 樹葉立原道 中民立原道 松倫立原道 美春立原道 美術立原道 這都有去接到東區 總共有7條 你三百次 未來你要設三百站 只有東南區 酒窗 湯窗 中後有觀光的阿七 聖峰廟 南區一個聖峰廟 東區也一個聖峰廟 中區也一個聖峰廟 這也是都民勝古蹟 這都很久的 超過兩百年的廟 對不對 包括你的文創園區 酒窗 旁邊就是 像我剛才跟你說的 這個中後路也有市 你的店 你的站 要怎麼算 來你教長你講一下 你東南區你議長 報告議員 我們接下來會推出一個叫 翡翠環的自營車道計畫 翡翠 對 剛才議員 鐵慶的這裡都是我們 定義叫做珍珠 需要一邊連起來 這珍珠的地方就是要 要創這個I-bike 所以 包括跟我說的 我們現在這個 五塊路 五塊南路 清大路 台中路 雙石路 這整個旁邊 可以吃這個I-bike站 讓它站的時候 可以靠一個 請坐 因為我給你念這 就是要給你 把這個 那些 維綠 綠色 的圓線 都去它 設一站 對 像中原大學 人口這麼多 學生都這麼多 還有 我們的 綠原道 你也是可以 跟 從中原大學 延伸到 228 228 還有一個延伸去 這個 東光綠原道 韓客 媽祖廟 對 還有 學校出去 地圖 再外圖回來 韓客 棟路 塞路 這都有以前 有一條 叫做自行車道 是不是 這樣 你的I-bike不知道有效 你 韓客 高級裡面 你也是要想辦法去密室 因為你說要公開上網 票投 設站 那 東南區 所有 比較六十位去的 那不可以上網去 投票 你要去考慮 這個族群啊 我願望我們 局長 要設站的時候 不可以 把清水 把東區 南區 邊緣化 這是把局長拜託的 接受我們請 樂議員 賴家瑋議員 剛才我們鄭議員跟楊議員 說到很多 我們I-bike的問題 其實 在未來三天 應該有很多議員 會提出跟I-bike有關的問題 來跟我們的局長 來關心 這裡呢 本事 要說出來 其實隨著 I-bike出租站的 增加 它的I-bike的實用網路啊 已經逐漸成型 所以啊 才會有那麼多的 民意代表開始關心 因為它 逐漸可以成為我們 真正民眾 每天在生活當中 可以使用的交通工具 那作為民意代表 我們的工作 就是要滿足市民的需求 看到市民未來的需要 所以說我們 未來 將來 有一個I-bike 369計畫 所以本事想要了解說 這個預算 要怎麼編 要怎麼執行 然後呢 在這樣的狀況底下 我們計畫已經完成了嗎 我們想請局長 跟我們報告一下 謝謝議員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接下來到 今年年底 到這個 應該是八九月 我們六十站就設完了 到年底我們準備要再做四十個站 那這四十個站裡頭 就我們有 裡面有二十個站 就是要環繞所謂的 翡翠環計畫 你說這個翡翠環計畫 這個I-bike369 就是這個翡翠環計畫嗎 那一部分 就是我們的城中城 中西東南市的 那要議選台了多少 這現在我們用這 一站 一站的這個議選 差不多百幾萬 一台車差不多 現在頭上這台車 一台是一萬零九百四十八元 所以我們用一站 差不多兩百萬到兩百五十萬 所以說到時候全部 他算起來多少 你如果是我們一站 如果是用兩百萬來算 我們總共有 所以說這個計畫的完成 計畫的完成 大概是什麼時候 我們編四年 計畫完成編四年 那你們計畫 計畫書呢 什麼時候我們本期可以看到 好我們這個 大概我們都有關心到嘛 什麼時候可以看到 是我們今年九月這個 我們這個議選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送進來 因為這個 所以九月份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 你們計畫在什麼地方嗎 我們計畫在什麼地方 因為 民意代表會有很多的建議 然後這個民意 你們要計畫的地方 我們才有辦法 看你們哪邊有缺失啊 不是嗎 那不是 是 所以你九月份送進來的時候 你們九月份送進來的時候 我們才有辦法看到你們 就有辦法看到你們 初步計畫的點嘛 沒有問題 是這樣子嗎 對 所以說九月份就會送進來 沒有辦法更早嗎 九月就叫議選結會進來 好 感謝請坐 副市長 本身想要請問一下 敬老愛心卡 你有了解嗎 副市長 不了解喔 副市長 那你知道台北也有類似的福利嗎 台北市 有 有喔 這你就了解了 台北市最近在研究 是否要開放 敬老愛心 悠遊卡的老人 也可以用愛心卡 免費使用台北的U-bike 副市長 你了解這件事嗎 你有聽說這件事嗎 請副市長回答 我已經五個月沒有 不在台北了 我不知道台北有行的辦法 那看得出來 副市長很用心 我們台中市政 副市長請坐 那副市長 你聽到本席講的這件事情 你覺得可惜嗎 台北市即將 即將要推行的這個政策 這個可以考慮 可以考慮喔 台中市有一個敬老愛心卡 目前有一千點的免費額度 在搭公車 甚至可以搭國道 那是不是能夠請副市長 跟市長建議來看交通局 研究看看 是否能提供台中市的老人 將這個敬老愛心卡 也用在i-bike的免費使用上面 這個台北的 我不知道剛剛那個賴議員講的這個 我不曉得現在新的怎麼處理 台北的這個禁老卡 是有 免費的公車的點數 我們即將規劃嗎 那這個 請副市長跟我們一起推動好不好 好我們就 市長跟我們一起努力好不好 那主席可以嗎 那主席可以嗎 好謝謝 等一下 換議員了 不可以啊 好謝謝 感謝我們那議員 楊議員跟曾議員的劉志欣 接下來我們請李立華議員 諮詢 四分鐘 請開始 我想你如果不諮詢的話就算時間喔 好不好 請開始 主席 主席 我要說話頭前 人家還沒用 我可以說話嗎 你這是在說什麼 主席 主席 副市長 局長 我們 四五同仁齁 還有我們的 電通人媒體記者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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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啊 我在想今天啦 我們交通的業務啊 行李也最好 因為啊 整個的交通 要有好的交通 八成才會平安 有好的交通去到 哪裡就帶動 哪裡的整個 環溶到哪裡 所以我現在要來關心就是說 我們 一直從 兩三年來一直推 到去年我們終於有一個 有一個 定案就是說 我們屯區 太平台立 差不多 農總 四五十萬人 結果咧 這兩個人口 在台立的時候 只有這個 南上的閘道 北處的閘道完全沒有 在這個前提下 造成我們 大理的人 太平南平這邊 跟很多廠商 齁 台北工業區 台立工業區 很多產業界的人 要出入 我們台七四線的時候 困難度很高 我就在想 現在我們正處的 已經在 一零三年 我們就已經 我們的林良太交通局長 都去頓區做睡眠 睡眠的中間 已經都很清楚的知道地方的需求 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上一次整個的 整個的 地方的訴求 開會的時候 地方的訴求就是說 我們對這個雜道的訴求 警察你怎麼知道 副市長 我們那個雜道 就是說 台立 頓區人口這麼多 這個雜道 就是很要緊 北處沒有 都要去到 接近太平的振興路 振興路 那一路的時候 你這個要拾九家 要代理 就是一定要靠一圈 那個靠一圈 真的很危險 甚至於大車不能在那邊 所以 在這種前提下 我們也在 一百零三年的六月六日 拜會了胡志強市長 在我們 工業區 林市長 所有場鞋 一些地方屬心 立場的代表姿 這個工作的東西 胡志強市長也代表 一百五十萬 設計規劃費 我就不知道 說 現在設置的程度 是到哪裡了 所以我在想說 是不是來請 副市長你一定不知道嘛 跟議員報告 我知道 大理這邊的 那個要求的 老百姓的要求 一共有三個雜道 有三組 是 那現在 昨天 新的 現在的交通部長 就是來匯刊 這個 要選擇在哪裡的 位置 這個知道匯刊 結果呢 有結果嗎 我必須讓副市長知道齁 目前現在我拿去這個 完全是我們地方齁 自己發動的 齁 整個你想 千幾間的廠商 做這樣的一個連署 不是千幾個人 那連署數是都這麼大分 這麼大分 都高出來了 每一個公司 員工有可能三個 三百個 四百個 也有當然有三十個五十個 那是代表很多人的 所以你們長會看的是什麼 我現在訴求的這一段 副市長知道嗎 請局長回答齁 局長你來回答 報報 福祉長不知道啊 謝謝議員對這個 太平這關心 剛剛議員 提出的這個 南太平 這個雜道 現在目前幾個 下個禮拜三 五月二十 這個月 你跟我說的 一百五十萬的 規劃的經費 後來禮拜三要開 市中報告審查 整個單位就要提出他的構想 那我們的設計規劃的程度 現在到哪了 沒有 後來禮拜還不知道 這要整個 後來禮拜 現在期中報告 所以還沒有做任何一個 什麼 因為這頂屬就是 整個報告 做到期末報告之後 還要送公路總局 因為他台七十四是公路局的 送公路總局 還要整體評估 因為我們現在雜道 這個案的頭前後表還有一個 最近還有人提出說 漢客 要用漢客 另外一個 所以 現在三四的都加加州會 有的是這個 中軟的 軟體園區 教長 三四的加州會 你現在建議 大理橋和易山橋 這個北出雜道 你現在有要緊嗎 有這個很要緊 因為 我們說的這個大台車 沒有要登彎 所以我告訴你 是 本省看我們現在農團隊起來 以後 很多東西都要把他們封掉 你們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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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是絕對不行的 這間就要不兵 沒有封掉 15萬到現在放在那裡 都保留中 沒有啦 現在就是差15萬 我必須 很質疑 我要知道的是 我們的 台七四縣 大理橋 是 立善橋 北出雜道 當時再打 一百零四年再打 整個的 一百五十萬的設計規劃 我現在有政府的態度 我很怕 跟現在為止 不聞不問 還是 全盤沒有否認 我在擔憂 萬一被全盤否認 因為你現在說三四個在摸啊 到底這個 要緊嗎 你因為這四個 都是最要緊 我請你來回答 報告議員 你現在說的這個案 這個其中報告是我自己主持的 真正的討論 我自己主持的 因為我知道這三個案 關系到我們整個台立 太平 整個交通的動線 所以目前現在高州會這案 這件最要緊對不對 沒有 這件我們現在說 不是說最要緊 三件都很要緊 沒有要緊 不是 三件都很要緊 你不要再前盤讓人 不會 最近你們很多東西都很烏烏烏烏的 我很煩惱這個 這三件都很要緊 這三件都很要緊 啊 因為前前 第一位 北平那個 六順邪教授上班 那個中聯 這個時候 我還沒參與到 所以議員現在說的 中這個 就是我們南太平這個 這是我親身下去用的 當然 所以這個集中報告 我自己主持 這樣齁 我集中報告 所以我集中報告出來 也送給議員 又跟議員來探討 不是怕我們阿町專家在探討 議員也就來探討 可以要緊這些事情 這個廠邪 三入街 那些議長 地方用路的人 我在想一些 意見領袖 我們都要請來探討 你當時要集中報告 集中報告 後禮拜三 那集中報告以後的流程 集中報告 這個結論之後 我就來跟議員報告大家再探討 我地方大家還要來改這個報告 現在很擔憂 因為農團隊 最後起來 東西夫婦的從來 我很怕去給你們夫婦 所以我現在很怕說 如果這樣聽起來 你就是有在插 不會不問不問 那也不會全盤負任就對了 那插下去 現在不知道答案 不知道要負任 還是要承認 那你現在到底是要承認嗎 不是 我來了解 現在其中報告做得怎麼樣 我自己來主持 那他的可行性呢 對不對 那其中報告就是在做可行性 那一定是 我自己老婆 我自己說 真的會害 我自己說 我自己說 像那盾 我自己說 我自己說 不然是要買得多票 這個產業 對於無願無悔的支持 所以這個雜盜 你如果沒做 我自己說 會很可能 因為你也知道 那些地方 燈圈到要折折折折折折 Scroll 剛剛一個媒體先生 還跟他說 要問什麼 我要跟他說這個 喔 那邊的路 我去到那裡不會走 連智慧這麼高的媒體人 他都覺得說 去到那裡很浪費 因為沒錢沒錢 後來下一個雜道 又靠一個 不知道在靠什麼 對 他的雜道 這樣用我們不是在毀坎啦 高通教的董事 不是在台立太平 整條這七十四歲的坎 一直在毀坎啦 六順橋 教長 其實 如果可行姓屋 其實也要走 因為對我們台平來說也很了緊 但是過去 我的那裡有探討過 哪像因為人口也很密集在那裡 對 其實最可能 我們的專頁要去處理 但這間 我認為說 它的落樁 會在我們的漢溪橋裡頭 應該 比較沒有妨礙就是什麼 只是說 我們水里數 好穿曲 這件事我們要去處理 但是我們的功法要做啊 要用不一樣的功法 來透過我們不一樣的功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因為它確實很重要對不對 教長 你說有重要嗎 有 這有重要 這三個都很重要 可是我的議員報告 最好決定的人 最好決定的是共同宗教 那共同宗教有一個委員會 專門的心情就砸到的 所以最好是他們決定 還有人家要去政府的時候 議員做我們的後遇 大家來共同宗教會拚 這是有法度的 還有 現在因為評估報告 還要做到其中報告而已 幾月之後怎麼 不一定符合地方的需求 不一定要求下來 還遁到那些城堂 又麻煩 還是說要去那些地方還有問題 他現在喔 教長 他現在的設置規劃 醫藥未來可以做成什麼樣的成果 你知道嗎 不然說他這個雜桂園 我們一路出來醫藥 你要左轉右轉 都很舒適的啦 右轉就是工藥区啦 一直去啦 對産業的幫忙不丟掉啦 節約的能源不丟掉啦 省私省錢啦 我覺得這個太重要了 你如果右轉的時候 它可以為假梯路啊 原梯路一平 內外啊 我們太平也很方便 所以我覺得這是頓区一個很重要的命脈 所以局長你一定務必要重視 所以你現在整個 你自己來親自主持 我覺得我很放心 因為我早知道 王局長對交通的專業真的有夠 很多事情 你果斷性也很好 但是我一定要拜託局長 這件事 你頂議說就是要跟他站在同一個線 你跟這件事 北處雜道 台理局 立善橋 這個雜道 騎著會 你就是跟北山騎著會 因為我告訴你 我們做政府是要做什麼 你一定要聽從民意 遵從民意嘛 聽民意 會做事情 聽民意 北山才會開心 所以這件事 我希望你在這部分 一定要用心用力 如果把這個事情促成了 我跟你說你就大會了 你對這個事情 不用大會了 就對台中好了 不用大會 我跟你說你現在很大會 這個事情 無論是說目前 我們的終結的工作 也是你 其實很多事情想跟你探討 我看你之前 一個頭兩顆大的座 很多東西變成你要承擔 看得也很不敢 不敢說 什麼事情都施壓在你身上 但是今天 因為是交通地震的業務 我也必須 把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地方的需求 跟百姓的疾破性 他們是非常有疾破性的 所以這個工作 你現在開始要一個市中口 我覺得這樣實在是真的 沒有啦 國父也八成的基台 它的政策要走到後 共同宗教就是要求這個政策走到後 那這個政策是怎麼會拖這麼久 那這個東西 委託的簽名就是要拖這麼久 那就是 出來後的結果 一定再進來教地方探討 跟進去後一個階段 這樣才不會創除後 高雄教自己創除地方的沒問題 對不對 我們密切處理 頓國議員會專力支持 好不好 謝謝 講到我們的iBike iBike是要怎樣 那是代表什麼 那就是說 既然要的 要的卡拉車 那不要用他的言文來解釋 那還有Information就是資訊 就是說 資訊化 因為他的卡比一個車拖車就可以騎 也是Internals不是什麼智慧城市的嗎 都可以 智慧城市 黑志強在撒你都不說 什麼Internation Information也是智慧城 你想我們 這樣齁 我們早上到IBM的智慧城 這個工作啊 是我理睿法齁 我們去台北 劉津鑣當時 被我們騎了啦 在那去把 抗拆 一百空二年 我就提案了 你可以去查 整個大台中 我是最積極的人 結果現在 大台中 我們已經可以去年七月 我們就開始有了嘛 是 要拜 但是齁 都有設定我都同意啦 因為這 可以節能減探嘛 對不對 銜接交通嘛 然後還有BASS 可以說恰功 休閒的心 顧身體啊 做運動 這個重點 我是提案人 到現在太平都沒有動情 我要請 請問究竟 愛拜客是愛到我們太平去還是 不讓我直接看一看愛 你先給我回答 愛是愛啦 就是說不是愛啦 愛 好 愛拜客啦 台立太平這台七十四山這旁邊齁 有的很漂亮的這個風景啦 自行車道啦 這 這幾條包 我看見這幾個啦 這幾個我們現在會創這個自行車道 這個愛拜客啦 我跟你說 你要把它串聯齁 太平區不能沒有 一百零二年是本時提案的 到現在各區都有了啦 我們區還在那裡農流連 我跟你講 我們還有一個 現在人形容說太平的秋紅谷 比秋紅谷大三倍的平臨森林公園 它真漂亮啊 這裡也可以設置 對不對 我們還有鄉順公園萬平的 然後我們還有自行車道 我覺得在太平啊 優先處理很重要 提案人就在這裡啊 所以你當時要把他設置規劃 我們要好好來談 你認為我們太平 提案人在這裡 要不要先處理啊 先行處理 提案人當然要優先處理啦 可以說 我們要設 最好現在有自行車道的 我們既既白白拆下去 就可以騎了啦 因為那時候騎騎 就是喔 熱人很熱啦 熱人很熱 所以不是怕創一個沾子 騎一段路 我們就要好多休息 可以休息 人家也要靠差啊 人家也要握玻璃就不用煩惱了 設置就可以說 有的人要吸收 有的人要拍一個 有些台北送來 他就騎 他覺得太熱了 阿南部咧 台北送阿南部咧 台北來撞不住 我跟妳說 無關誰來 我覺得我們頓區 尤其太平 提案人在這裡 我們的iBike 所以說這件事 每個人的設置 我希望用一點心 我們要經營 多來討論 太平先行 準備設置 讓太平人也能享受一下 iBike 我的Bike 可以嗎 可以 你用心一下 尤其我的雜報 拜託你盡力 好 謝謝 感謝李議員的質詢 接下來我們請曾超榮議員 質詢十分鐘請開始 感謝主席 我們副市長 各位協議長 李立法議員 我盡量心一個議員 簽對iBike 我幫他補充一下 其實人家 經過這個政策 現在不是跟我們台中市在做 我們台中市已經做比人更慢了 從頂年開始 這個速度 當然比人更慢 但是呢 我們的考論也比人更慢 其實台中市的經費 實在是會很會很會很會 我們台中市經過的稅率 今年一千七百幾億 你看我們隔壁 跟人家比到中法就好了 中法官 他們也是頂年設置的 中法官 每個時間 他們差不多七十個 這個主任站 局長你怎麼知道 現在台中市 iBike都有幾個時間 有幾個時間 你知道嗎 到這禮拜為止四十三個 對 到這禮拜四十三個 對 中法人家的速度 跟我們同座設立 中法到今天 人家已經六十八的時間了 而且 我們比中法 台北高雄 我不敢跟你報告 就是說 只有我們隔壁就好了 中國齁 騎乘人士 你怎麼知道我們台中市到目前 設立到現在 台中市的騎乘人數 多少次 總共有 九十七萬三千一百十九百 對 那中法呢 也是頂年設立的 你怎麼知道幾次 中法比我們更多 所持我不知道 他才中法每一台車 每天去用車的次數比我們更多 沒有不對 那為什麼他可以做到這樣 中法的觀光 他們條件也比我們更多 中法 中法騎乘百科的 都是國中生 因為他設的 火車山頭前 大型的社區 跟學校的附近 所以你如果 上學科的時間 你看他騎乘百科的 都是國中生 我們 因為他們結識了 他們已經都騎習慣了 我們台中市 因為現在設立很分散 還沒結識 還不是我們慢慢追趕 我們應該比中法 使用力更好 沒錯 對啦 代表說 他們當初是要設這個座 他們的需求店 我們設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要讓 還有很多人去利用這個設施 我們花那麼多錢 當然一天 你花了錢 十的人用到一百人用 大家也要採取一百人用的這個規模 所以說 這個設計當初 過去的政府 設了不夠走向的 我們要怎麼彌補 我們要怎麼用低時間 或是說寬裂經費 我們要做得好 其實你看中法 你剛才說 台中市九十七萬 將近九十八萬 但是 中法已經到 兩百八十五萬 戶以上 這是我們的幾倍 你知道嗎 將近三倍 他們的騎乘人數 其實這個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就是我們 剛才你有概念 就是規劃 他們的路線 他們的使用力 本來這就是 設立的必須要來做最好的 我跟我們來補充一下 你像我北頓區的銀口所 目前 台中市二十九區 最最多 剛才太平無法站 真的要挨挨 真的要挨 甚至台立 這種的 本來就可以共通了 其實 我太平 台立 甚至我們北頓 大型 頂頂 這個 整個就是 過去都有建制 單車道 都開幾個 十億 像十億以上的單車步道 但是現在都放肥 沒有人在使用 如果我們這個IPAC 能夠來提升 無論做觀光 理由的推動 甚至做交通的補充 例如說 像太原車站 其實到中台 很多小孩 他們都可以騎 甚至到 這個東山高中 類似像這種的 包括九號步道 十號步道 那一天都 十萬人 如果我們有一個 暢通的IPAC 對地方的反應 其實也很好的一個 人要來鐵圖 也不會塞車 要去請一支方面 一觀光區 休閒區 可以增加廣設 IPAC店 這種的 花小錢 能夠得到更大的 觀光 休閒 交通 運輸的價格 我們共同來 努力好嗎 是 謝謝 第二項 真的交通共 共同是千頭萬緒 這也是過去做得不好的 我們覺得非常希望的 你怎麼知道我們台中市 發行的悠遊卡 叫做什麼卡 台中市啊 台中市啊 我們現在台中 以前過去最多 叫做台灣智慧卡 悠遊卡 是台北的 一卡通是高雄的 現在這三個卡 台中市都可以贏 還有e-take 所以總共有四種卡 是我們現在公車上 都可以贏 不是只有公車 但是我們台中 自己發行的 叫做台灣 你說台灣智慧卡 過去叫做台灣通 台灣通 過去黑智慧市長是 轉幾步 交通局長來議會 轉幾步 台灣通 我們台中發行的 台北的悠遊卡 高雄的一卡通 人們都很便利 你剛才說的 百貫市的 他們悠遊卡來台中 都坐公車 但是呢 未來的我們台中市 這個台灣通 我們自己發行的 你知道嗎 這個外 它的用途上面 輸人淺淺 這點我們真的要加強 來補充 我們可以坐公車 我們跟台灣通 跟我們坐台北 新北 台中 金融 其實這種 可以成長 第二項 我們的客運 我們的代替 我們的渡輪 包括我們的 想概理報的 台灣通 停車場 其實很方便 你看人 百萬市的 悠遊卡 人家一卡通 一停車場 就很好用 停車 使用 刷卡 但是我們台中市完全沒有公寧 去台北也不用力 去高雄也不用力 我們親切自己台中市 也沒有辦法使用 所以這要加強 要努力 我們過去 輸人很多 但是呢 我們新市政團隊 我們的校齡 我們的地費 包括我們做事的積極性 我們要拒回來 要拒回來 過去 真的萬人百分之多 再來 其實最大的問題 台中 開車的人 感受到台中 停車不易 你知道嗎 台中市 總共 我們台中人 不知道 好處還是什麼 台中市 擁有汽車數 你知道是全國第幾名 台中市人 全國第一名 你又來 全國第一名 結果呢 我們的停車格 無論是汽車停車格 還是機車停車格 我們的相對 停車格和汽車的比較數 我們是最後一名 你知道嗎 台北市 幾台車有一個停車格 台北市 他比我們更高 我們認我們台中 這個停車格的收容很少 尤其是歐巴 歐巴的停車格很少 沒錯 這點 但是我們要有積極的計畫性出來 我們擬出 其實我們民間 民間 力量 支援 真的是 無可限量 只要我們政策 對 政策對 我相信民間 會來協助我們公部門 來推動 我們看台中市 路邊停車格 我們這裡四萬的 我們 北的管市 真的都多我們很多 但是 不是我們要鼓勵 一般的停車格 停車空間 停車場 這方面 台北市四台車 他們就有一個停車格 我們台中市 十二台車 這裡有一個停車格 就是說 我們台中人開車 像在 浪費時間 在找停車的 會說 浪費很多時間 再來就是違規 我相信我們台中市 現在 交通市 你是 停車空間不足 還派很多人 出來照相 出來開發 這年 採發 都幾百億 這點實在是 對北市 很不公平 因為你如果 如果 停車空間 廣設 你給北市 有停車空間 有找幾個人 願意去犯法 沒有嘛 因為我們沒有 停車空間 所以說 逼不得已 時間的問題 同樣說 讓你停車 讓你開單 也逼得有價值 因為 找時間 我們要找一兩點 要找不停車位 所以說 我希望 我們如果有閒置的土地 台中市政府 我們梁翁達 鼓勵 設停車場 設一位 我們再補助多少錢 是不是 這樣也是一個 政策性的鼓勵 我希望 短期間 你要抓一個目標 我們短期要增加多少 中期要增加多少 我們四年 要增加多少 停車空間 我相信 這不僅使用 萬助我們台中市市民 停車的需要 對中國的交通 對人民 經濟發展 這都是真正的 要來做的 我們只要機車停車格 台中市路邊停車 四萬五 新北市 二十一萬多 台北市 二十多萬 這都圓圓低於人家 這而已 你看 輸出都亂不停 騎路也停 人行道也停 這就是在整個規劃上面 我們不足的地方 我只要跟你做證明 跟你建議 再來 我們台中市 這個停車空間不足 以外 我們請很多 交通籍 就是 停車管理人員 這外勤人員總共請幾個 你知道嗎 兩百三十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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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 外勤人員 員工 都用幾職等 來這個約聘庫 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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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說三多少 四多少 有多少 我再查一個 給予員報告 好嗎 這真的要用心的所謂 你相信 一萬港 我們台中市政府 住二十幾年 他們三十幾年 外勤 在開庭 在收汽車 停車 會費用的 二十多年 不得到過薪水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我們台中市在做的 原港 一家路在收錢 二十幾年 不得到薪水 而且 我們三十幾年 四十幾年 五十幾年 他們扣錢 怎麼扣 你知道嗎 你也不知道嗎 我了解 所以說 趕快進入狀況 我了解 是有面談的 有面談的 面談的 都什麼人在生 兩百歲 都什麼人在生 一年生幾個 三指等變十指等 我們今年還有新的名字 四指等變五指等 總共有幾個人 一家扣二十幾年 沒生的有多少人 打扣在外面 路風 撲溪 在那混蛋 二十多年 不要生薪水 拜託你再關心一下 你再關心一下 我們跟高雄比較 跟台北比較 變一路邊在收車的 你知道嗎 高雄一個 收路邊 停車 這些 外勤人員 他們的薪水 你知道嗎 在高雄有多少錢 不知道 我說 台中市多少 你先普普知道 你知道嗎 外勤人員 在收路邊 停車 差不多兩萬多 我三萬 兩萬 三個頂 我說他們兩萬六 四指等會 兩萬九 五指等會 三萬三 高雄七 一路邊在收費 你親切路邊 十多年你再問一下 你也高雄人 很清楚你再問一下 你們一國也差不多 他們路邊在收的 一國也都領三萬四 三萬五 政家 還有一些工作獎金 他們都領四萬幾 所以說 我們台中人 我們的消費 比人更高 薪水而已 比人更少 所以說 我今天站在議事頂 為這些辛苦 這些收費人員 我替他們發聲 一個二十年無薪薪的完工 我們提醒 我們六高雷 我們會有一個幸福 幸福的家庭 好嗎 好 請這個 來 其實 我來自於 大小 北頓 我們現在全國 都在提供 提供 觀光理由 休憲理由 這點 副市長我再跟你說一下 大小 風景區 是一個非常好的好處 但是 十多年來 五市長過去 一大小 在北頓 拿票 提供少 是誰 你相信十三年 不要這樣 大東市政府 用心來 整個 一個景點 非常痛心 全國 國地 觀光人潮 不斷在生中 就是 光大觀光人潮 一直在下降 所以這點 我覺得非常痛心 非常 可以放一下嗎 播一下 影片 第一 其實 你看這是什麼東西 觀光局局 局長 你看看 陳局長 這個東西 叫做什麼 你們可能不知道 這個叫做 很堅貴 這是全世界台灣特有種 這叫做台灣 馬座墓 馬座墓 這種 合理是要 兩百 兩千五百公車的海拔 才有辦法 成長 這個集物 全世界台灣特有種 這非常特殊的 這大型 非常多 大型 只有海拔 六百公車而已 有這種集物 全世界 很多集物 生態專家 他要來了解 其實 大型風景局 裡面 有很多空車 這個就是 貝殼化石 這是 兩三萬 兩三萬年 所以 移植都流來 證明 過去 台灣是在海底 很重要的一個生態 類似像這種的 推動 再來 我們 大型 他這個 原生的集物 非常多 像這也是 我們台灣特有種 台灣五月松 這是潛囊裡面 森林裡面 自圓生長 非常多 在這方面 我們真正 好發展示 目前 全世界 高級 2020年 全世界 觀光人潮 有十億十六億萬人 會走出來觀光 他們 最重的 最重的 就是 生態 好的 環境 自然 的這個 休閒 謝謝 感謝 張超越的諮詢 接下來我們請 潘雙議員 游子群 時間十分鐘 請開始 主席 各位 基礎所長 還有我們在座記者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在我的諮詢 開始之前 我們先看一下 PowerPoint 我們請中公司 把那個 PowerPoint 放映一下 好 下一張 大安馬祖園區 是不是等於一個觀光的商機 大家來找一下馬祖的神像 還有我們消失的兩遠去哪裡 首先我請問在座的各位官員 你們小時候有去過大安海水浴場的 請舉手一下 我們在座 有沒有人去過大安海水浴場 沒有 有啊 不要跪的 我想 當地如果是在地的台中市人的話 對海水浴場 大安海水浴場 應該是一個小時候的記憶 當然講這句話 顯示到我們的年齡 看一看在座的年齡 大概只有副市長年齡 大概比我 稍微年長一點而已 應該都比我年輕了 大安海水浴場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地方 但曾幾何時 海水浴場就消失了 沒有了 那今天 我講到一個馬祖園區的時候 我必須為我們大安區 一千九百 一萬六千 一萬九千六百多位的這個居民啊 來做一個呐喊 每當一個政治人物 或是民意代表 要選舉的時候 他們就會去大安區的那邊 去開支票 大安區它是一個外移的一個區塊 當然相較於我們北區而言 北區在二十九區裡面 我們人口是佔第八名 但是有效投票人口 我們是佔第七名 所以我們相對的 享受的一些資源 就會比這些 比較偏遠的地塊 區塊來講來的多 今天大安區一百一萬九千 六百多個人口 他們所要的一個政治人物 當然我不會說政客啦 政客當然也會包括我在內 政治人物是一個民意代表 所一個卑微的一個起念 就是怎麼樣 就是我要 讓大安區有一些經濟的一個 發展的一個方針 今天 我們一個前朝首長所定的一個錯誤的政策 當然馬祖園區並不是不好 海水遊樂園區不是不好 但是呢 他今天的方向他搞錯了 他搞一個馬祖區 花了一個六億元 卻找不到我們的馬祖神像 這兩億我們要找到哪裡去 所以我要求我們的觀光局長 您要非常的慎重 當初 在去年時候我們通過議會 議會通過 是六億 興建馬祖觀光園區 要興建的一個基座 包括我們的馬祖神像是六億元 但是今天 光興建的基座 所發包出去的預算 就佔了六億 剩下的兩億 居然要馬祖聯儀會 去募款 來籌作這個神像的經費 所以說這個預算是有問題的 如果你執意還繼續編這個六億的話 那你可能會有官司之前 你自己注意就是啊 你要去查清楚 當初 議會通過六億 是整個包括神像是六億 所以他之前 他隨便更改一個 發包的項目 他的預算還是六億 但是馬祖神像消失了 當然 我們發現 過去 現在 只要是興建馬祖園區的 都不是有很 大的一個商機 馬祖興建一個馬祖園區 但是現在 你看參觀人數 還是寶寶可數 澎湖 大昌馬祖園區 他懸海樂馬 因為澎湖每年的預算只有兩億而已 他沒有辦法支付那麼昂貴的五億多元 來興建一個馬祖園區 所以今天 一個六十六公尺的神像 放在那邊 找不到人可以 來接手 一行六十六公尺 我們這邊七十公尺 差了四公尺 其實也可以啦 但是怎麼樣 他希望我們好像是要架構 或是怎麼樣 宿認 如果說今天馬祖園區要蓋的話 來祖謀不是賣 但是我們要跟各位來探討 今天 當初 如果馬祖園區 不應該是首先 要蓋的一個基點 我們希望那powerpoint再往下看一下 今天馬祖園區 他旁邊的周遭 有很多 是要配合發展的 當初預算是十八億 我們還有怎麼樣 馬祖的故事牆展示牆 還有所謂的沾仰大道 雕像公園 景觀橋整建 生態旅館 觀光漁市場 海上樂園 海洋樂園 這些周遭的設施 應該要比馬祖園區 要來首先來發展 首先來蓋 才能夠把大安區的整個一個經濟拉回來 今天在座的你們有交通局 你們有觀光局 有地震局 大安區要發展 馬祖園區要發展 首先他的交通非常重要 我們這一組的交通小組去那邊參觀很多次 連那個小巷 遊覽車幾乎進不去 有中 你很清楚 所以怎麼樣 希望我們地震局 趕快來變更 很多地幕 要來變更一下 然後讓我們交通局來蓋 比較大條的道路要通進去 今天大家捨盡求遠 圓木求魚 沒台沒錢去一個 馬祖基座在那邊 要做怎麼樣 做更大一個文字館 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我不認為說你要發展一個地方的基礎 就要蓋一個大型的一個建築物 就能夠新建一個 就能夠把經濟拉回來 這絕對不是的 你反過我們看很多建築物 分會在那邊 更讓人家 恥笑就是建國百年 一個晚上花了2.5億 就是要為了一個 慶祝一個建國百年 這都是不是我們願意看到的 還有造一個台灣塔在那邊 能夠把我們台灣基金拉回來嗎 不見得 所以很多周邊的設施 你都可以花一兩億 就能夠把大安的經濟拉回來 反過我們看一下台南那個北門 北門那五上 就一個散演場 在幾個雕像而已 人家每年賺多少錢回來 你只要有年輕人來 來觀光 你只要有年輕人來這邊參觀 只要有年輕人喜歡來這邊照相 你的經濟就有財源進來 你就可以蓋周遭的設施 大安的海水浴場 就是因為當初有很多廢棄土 造成環境的污染 全部都往那邊倒 所以他的生態被破壞得很嚴重 但是他現在已經慢慢的恢復下 恢復過來了 因為他有很大的一個生態 難道大安海水遊樂園區 需要靠馬祖這樣的一個這麼大的一個基座 來騎死灰生嗎 不是的 他有很多很好的一個海邊生態 可以營造一個觀光的未來 還有他的自行車道 也可以先蓋啊 他的景觀橋也可以先蓋啊 他可以雕像公園也可以先蓋啊 還有他的觀光漁市場也可以先蓋啊 這些都是所費不值的東西 為什麼 為什麼當初 不從這邊來先發展 把錢 引進來 把高光財引進來 我們才有蓋怎麼樣 蓋我們的生態旅館 再蓋我們的馬祖園區 何樂不為 想當初我們蓋一個馬祖園區 並不是不好 但是怎麼樣 被民間質疑 他一定為了某個宗教 某個團體 來蓋一個這樣的生態園區 有危險之餘 所以才會怎麼樣 才會把雕像的 來希望民間來募款 這樣一個錯誤百出的一個政策 我想 未來的交通局長 你們還有我們副市長 你們都有責任 跟我們市長好好的建議 未來這個地方要怎麼來發展 大安區 一定要發展 大安區 經濟一定要進來 要不然的人口一千一萬九千多個人 早晚會越來越少 大安是很好的地方 有這麼好的風景 讓大家來欣賞 為什麼你做不起來 局長 你當時回答我 你有沒有辦法把大安 這樣的海水 冰來遊樂區 有沒有辦法起死回生 再造一個 再造一個 觀光的殮景 報告議員 我們現在市長 已經就 大安的 馬祖的主題延期裡面 唯由林副市長 跟我們各局處裡面 成立一個 整個專案小組裡面 前面來檢討 你提到的部分裡面 牽涉的範圍非常之多 剛才你也提到 這一些各個方面的部分裡面 我想我們會在整體的部分 來思考 在海線的部分裡面 我很怕你們做任何的政策 會讓大安 冰來遊樂園區 胎死腹中 你今天台灣不蓋了 我絕對贊同 BRT不做了 我也認為可以 因為它造成大家的負擔 你今天前朝 就是因為做了太多這些一體建設 所以才會下台一鞠躬 那我希望說 大安冰來遊樂園區 這樣一個好的地方 你們一定要有能夠把它完成 但是 費用那麼多 你要怎麼樣 逐步來去完成 你可不可以有概念給我回答一下 能不能做 可不可以做 未來怎麼做 我們在當初 這個案子在規劃的時候 包括整個基座跟 那個馬祖的神像的部分 之外裡面是由OT的部分裡面的廠商裡面來乘坐 周邊的部分裡面 我們會市府裡面會做整體的規劃 那這個案子裡面 因為那個馬祖的主題園區的部分裡面 如果不做 懸崖熱馬 改為 景觀 海濱景觀餐廳也可以 這個部分 海濱溫宴景觀餐廳也可以 因為它是在花包的執行中 但是 議員所提的部分 我們會就整個在狀態小組裡面 整體來檢討 那你旁邊做到這邊要不要做 要不要做 要是不要 會全盤來規劃 有沒有信心 有沒有辦法做好 我們一起來努力看看 你擠啦 反正我也問不出什麼名堂下來 我想你擠啦 我是認為 真的需要大家來共同努力的 因為 我們不想說是 現在 當外面質疑說 我們一直在撥我們前草 這些弊端 但這弊端 我們留在廉政委員的時候 再去處理 讓 這些 有關機關去檢驗 但是你們要怎麼去解決這樣一個問題 這是一個值得發展區塊 我希望大家相關的局處 能夠好好的共同來商議 雖然是一萬九千多人口 但是值得我們保留這樣一個淨土 好好的讓它發展一個台東市 未來一個生態的一個公園 好不 好 接下來我們請那個包包也往下看一下 我現在問一下交通局 所有的全台造勢的路段 這十個裡面 台中市就佔了三個 台中市做三個就是了 台中市總眾 幾個姓 幾個姓是 台中市啊 十三個 幾個什麼 六個直轄室之外還有幾個省省市 我們台中市占三個 十個占三個 高不高 高很高 那你未來有什麼看法 尤其是我們北區排第二名 三明路 井南街 崇德路口 你看那個爆破再往下看一下 有很多 都不是你簡單的一個修改路面調整 或是告示牌 能夠減少這樣的一個 造通的造勢力 你未來有什麼樣的一個 辦法 讓這樣的造勢的路段 能夠 降低它的一個 事實力 提報告的議員 我們這個投影片上面 剛剛議員提到那個前十大 前三十大 那是民國 一百空二年的資料 所以各位看那個 一百零二年的建數 跟一百零三年就有改變 因為一百零三年 我們做了一些調整 所以一百零三年 整年的建數 比一百零二年還降下來 我們現在對這些 依照式地點的計算公式 我記住了 例如我們向上路六段 那條路有什麼 不是依照式地點 因為我們的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 公布的 依照式地點的計算公式 跟我們一般市民認知不同 這種排行 是用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的計算公式 它是用9.5乘以死亡人數 加3.5 你說這 你說這 都假說的 第一個 能夠做好的 也不是你的功能 那是前早人在做下來 就是你要怎麼 怎麼降低這些 依照式的路段 你不是光 委外評估 你今年變成600 800萬 就是要評估這些 依照式路段 這些東西 你要有魄力 就像你今天 浩世燈的一個基磚突出來 認為那會造成民眾的危險 你就是趕快把它取消掉 或是要蓋個塑膠套 你要有決策 任何一個市照式路段 我不是要聽你說那麼久的 我要讓你提出 讓你拿出證件出來 可以嗎 是 你要解決嘛 齁 你不是只有增加一些 我路面的反光器 或怎麼樣 或增加警察 監督的一個人 人口在那邊 或叫警察在那邊 就能夠解決問題 不是的 可以嗎 我還會再總 好 謝謝感謝方先生的知情 接下來請 吳春華議員跟黃夏議員 聯合執行 時間30分鐘 請開始 謝謝 謝謝主席啊 副市長還有局長 各局處的人員 然後記者媒體 我們議員通人 大家早 那在我們 很明確的在 第二屆市長上任後 林市長他一直強調交通跟自然嘛 那所以 有印象是在我們市長在上任第二天 我不曉得交通局長你有印象嗎 你不曉得有沒有在現場 他在第二天他就直接到 我們BRT的行控中心那邊 罵了很久 罵了八分鐘 一直罵一直罵 那你當天有在旁邊嗎 請一下局長 有我在旁邊 是 所以他應該在 反應哪些罵哪些事情 你應該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是 你可以講一下嗎 簡略的講一下吧 好 他罵了好像很多缺失嘛 是 就是原來的現在的行控 我跟議員講 BRT這個系統 包括整個行控中心 對 包括車輛 包括車站 這三個必須要能夠對話 不管透過影像的對話 語音的電話 的對話 或者是訊號的對話 這三方一定要能夠對話 所以當天是發現沒有辦法對話 完全都沒有辦法嗎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行控中心 現在要跟某一台司機對話 或者跟某一個車站對話 就是說假設我們現在 在台灣大道的這個車道上 某一個車站現在出了什麼問題 要對話結果沒辦法 對行控中心要通知所有的車子說 假設現在某一個車站出問題 請大家靠近的時候不要近站 請走快車道離開 不要停靠的時候 這個時候行控中心並沒有辦法 跟已經在線上的司機 那說是每一件都沒辦法嗎 你們去測試的時候 不是 我們當時是要求說 我們可不可以對話 那這個行控中心的這個設計的單位 所以沒辦法對話 沒辦法對話 沒有這個設計 還是沒辦法渡通 還是沒有這個設計配備 好 他們現在就是保障擁拖 車在擁拖 反正那一天就是大概都在發現這個 然後機電組一些系統 沒有辦法跟他的子系統 做一個連結 就是等等有五大缺失 可是 目前來講 我想請問一下 你有改善嗎 報告議員 因為這一個 因為我發現 應該是 沒有改善 他怎麼說呢 而且 你為什麼看到看板在笑 那個照片蠻熟悉的 所以 對啊 他是這樣 就那一天的照片吧 是 沒有打到你了 你就沒有站到旁邊 所以沒有把你打到 是 以後你要跟在旁邊 跟緊 騙局 沒有做嘛 沒有改善嘛 好 給你再說一下 今天的時間比較良好 給你 說清楚一下 好 今天就是這一套機電系統 我們現在委託的這個機電系統 就跟 就在新中情報那個機電系統 到目前為止 只能供18台車對話 我們總共現在VRT這種所謂的雙節車 總共目前有64部 市政府第一批採購了18部 第二批又擴充採購了14部 民間業者三家總共買了32部 只有那18部 可以跟我們的作戰對話 其他14再加32 現在完全那一套系統 所以我說啊 沒有辦法完全配合了 對 沒有辦法完全配合 現在他們要不檢修 因為手上現在報公已經已經進行 後來這幾部都還沒驗收 都要不 現在目前為止 包括這個土木工程 包括無期機場 行控中心 都要不檢修 你剛才說的 加加加加多少錢 花多少錢 花多少錢 現在花20幾億了 20幾 就包括行控中心的費用 這些車輛 後來購買的車輛 對 18加14 然後再加上之前 車站 車站一座 2千3百萬這車站 這樣20幾億了 可是還是沒有辦法 把這些 那一天他發飆8分鐘的 這一些缺失 沒有辦法完全還沒有改善 沒有錯 對 這樣要怎樣 你有沒有什麼配套措施 我們現在來驗收 因為現在還沒到驗收的改單 他說他做完了 那個叫 在程序上叫做他報竣工了 他報竣工也要經過設計 建造的中心工程 跟專案管理的林童妍 他們雙方都背書了 背書了之後 要進入一個階段 叫做試運轉的階段 他們兩家公司 專業的公司都說他已經做完了 接下來要進入一個叫試運轉的階段 試運轉通過完了之後 交通局才會進入驗收的階段 所以現在刑署都要不走到高通局 現在刑署還是中心工程顧問的建造 都還沒進到林童妍 那你們的部分呢 都不關你們的事喔 不是 他就要 你這樣說不可以啊 不是 我請給你問喔 是 你們現在每天在跑的米亞在排幾班啊 現在一天包關民間的 包關民間三家總共大概420班左右 沒有 因為這邊為什麼還要分民間跟你們 是測量的問題 管制全部都是要交通局來同管了吧 當然 去年 關節是你們在掌控的耶 沒有沒有 去年就簽一個聯營 所以米亞鐵公司去照台東客運 統連客運跟聚業 這三間總共四間來聯合開米亞鐵 所以各位現在留人看到 雙子的公司 不是全部都米亞鐵公司的 好沒有關係 可是你們交通局這樣子 那是因為你們 你們內幕內行之道 民眾坐車在插插你什麼局 還分什麼局的在管 這什麼公司司令公司 我們是不可能去分這個嘛 那我現在最主要是說 你這些行況中心 你這些八分鐘 市長在買這補完整的東西 根本到現在就是沒辦法完成 包括你剛才說 你還沒回答我喔 一天幾台 四百二十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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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多少個司機 多少個司機啊 那要花多少 一個月下來這樣薪資上要花多少錢啊 人員管理你們要花多少錢啊 因為民間那三間的薪水都不一樣 交米亞鐵公司 市政府這個全樓的米亞鐵公司 四間的薪水都不一樣 按各自發各自的嗎 對 各管各的司機 沒有錯 各管各的車輛 對 所以我說一個米亞鐵公司 這麼多種制度啦 難怪 會發生那麼多事件 而且我用的報告當中 你們快點幫你報四驢子 沒有 沒有這件事 剛才就是你們市政府 這件事 其他都沒有報告 怎麼可能米亞鐵 每天報成這樣 那麼多的一些事故 四驢 才有四驢 不可能嘛 所以 你們是夾到人 你們都單身夾到人 他們都是人 不可以這樣講 不可以這樣講 因為米亞鐵整個是 你們未來的一個重點嘛 你其實幫他 又有一個新的制度 那你在這個制度 在實施之前 你看到目前為止 像你剛才說的 你報到這樣 聯名分子 聯名分子 我們說真的啦 也是火落落 所以我說喔 這個騙局 你們要怎麼趕快去 把它完整 因為你說 你請乘客 包括我們沒有在 你們想辦法 你看你有多少司機 你還沒講 多少司機 那這些人員上 的訓練 這些人員上的管理 也沒有一致 沒有一致 對 所以最準就是不一樣 所以去年就倉促上路 所以輸機 連隔天的車子 對啦 不管去年 已經我們接手了 你們接手了 你也接手下去 我相信你的能力是很強 一天差不多六十的輸機 是路人的走 就是你說一天幾個班次 四百二 有幾個司機 六十個 對啊 你看喔 六十位司機 我們 不是說要去講他們怎麼樣 我是覺得 一個標準 他們 你請 我們 好啦 我們就像 美容院好了 一個洗頭 一個洗頭的SOP的標準 工工師出來 標準都差不多 警察沒多少 細節 個人習慣 那個其實都一個標準 可是在林比亞地 現在管理單位 那麼多的情況下 這標準不一 數字不一 常常發生的狀況 就是這麼多 所以我 我真的要說你 目前 要怎麼把 你的專長來發揮 把這一些 你剛剛講的 零零種種的 這一些 我們聽了 灰灑灑這些東西 你要怎麼把它統一來 由我們交通局這邊來 做一個 配套 一個方案 你說最簡單的 兩分鐘好不好 你要說一下 是 我們對司機的訓練 因為 發生了這個 到那個小妹妹的事件以後 我們才 才發現說 原來四家公司的 這個對員工的訓練 是不一致的 所以交通局 交通局 就擬了一個 針對這些司機駕駛的 安全心態 跟其他三家做一個協調 大家有一個 共同的 這個運作的模式 現在最大的困難就是 雙截車的第三個門 雙截車的第三個門 只要有人騎一個攝影機的頭前 那些司機都看不到 所以 為什麼大家出事的時候 那些司機有時候他都搞不清楚 因為他看那些攝影機 他也看不到 所以目前還是這樣跑 有這個困擾 你也是照照 沒有改善 我現在就是看我 條件的東西沒有了 條件 整個條件 條件 行局長 你講的是部分細節 你應該會要有一套的 那個 配套措施 改善措施 然後怎麼來整合 所以這個騙局 包括到這個 系統方面 班次行控中心 還有這一些 控制方面 一些因素上 我想這個騙局 不要再騙了 因為 這相關到每個 時間點 每一班車輛 每個民眾的生命安全 這個非常重要 尤其你們7月8號 你又要回復 又有一個新的政策 叫做 優化的公車專用道 你講一下好不好 所謂的什麼優化公車專用道 好 我們現在的VRT 這個所謂VRT車道上 現在一天 大概有420班車在跑 所以他的使用效率非常的低 所以每次到了尖峰的時候 騙渡馬 就看到VRT車道上面沒有車 開車也看到VRT車道上面沒有車 越開越不開心 為什麼那些車道我都不能開 所以我們希望 把萬車道的公車 萬車道上這半一半一半 讓公車一半以上不要開到萬車道 讓萬車道騎奧車 包括這些核心位騎奧車 更安全 更安全 公車進進出出 靠邊停到路上就停到上下課 對騎奧車的都不安全 所以把公車調一半之後 有兩個好處 萬車道的車道開車會比較順 第一就是說我們現在從台中火車站到震宜大學的這一段 現在一天有420班車走在專用道上面 接下來我們的規劃至少變兩倍 最終850港幣是這個專用道頂端 簡單說就是你原來騎在秋風駕 我告訴你騎秋風駕 你要去農場 本來你一天騎到那裡可以等到420港幣 現在可以等到800幾港幣 所以你等車的時間會變短 所以對原來在使用VRT的這些族群來說 你等車的時間出一半而已 所以你才會在報告上有寫五分鐘變有可能變兩分半鐘 這樣有辦法做到 那有問你啦 你這樣的措施 你們的站區就是那個車站 因為之前應該大家也有反應 你這個部分是不是說 要有所配套有所修改 怎麼適用這樣做公車在那裡 路車的人 上車的人 這沒問題 因為這已經叫我們這裡的業者 大家都有協調 業者也都去試過了 所以這個車站的進出基本上都沒什麼問題 業者 所有的業者 包括 有誰 就是刷進來的業者 原本的車輛的公車在那邊跑的業者 都去試用過了 去試用過 乘客這樣的安全性沒有問題 所以都不用再做改變嗎 我們有一部分的那個欄杆要拆除 那要做嗎 這個還要發包 只有拆除欄杆嗎 因為你還應該配套很多 你現在已經五月中了 是 7月8號 是 還有多少 是 還會付 我們有一個時程表 你保證 你保證 我們就已經傳播7月8號要執行這個 7月8號就可以做了 你保證你的東西做得好啊 做得好 我的意思是說你要保證啊 你當然說7月8號是要上路 是你們真正沒有錯 7月8號是夠夠化 開始就開始 問題是 我講完這些小小措施 這些安全配套 這些行人用的這一些 上下車的這一些 你說你們有去試用過嗎 有報告嗎 有紀錄嗎 你說試用的紀錄嗎 對啊 我們就走進這裡開了很多家庭 你們走有那個紀錄嗎 你要提供給我 是 你要用書面提供給我 沒問題 因為有確實有沒有在做改善 你要發誓保證 你那個東西做得好 開檔上路 對不對 不是說7月8號搞 我7月8號搞 哪有差啊 反正你很多政策 哪有差啊 都不搞就開始說 開始說到這樣 那個 海報都也硬好了 所以喔 不要再騙我們了 真的不要再騙 那我想請教你喔 你還有講一個 除了7月8號這個新的政策 還有一個是 移動程式地標 你簡單再說一下 好 就是說我們以後台中市的公車 我們的外觀 我們現在把整個台中市的公車 整個路網要重新做調整 所以我們以幹線為基礎 譬如說 對五日 高鐵站 要開來市中心的 我們這個外觀都一樣 所以你如果看到這個外觀 你就知道這台車坐起來 可以去高鐵站 另外一個方向就是翁市區 譬如說我們 從這個台灣大道頂管 這都叫300號的 300 301 302 303的 他們整個造型都是一樣的 不管是單節車雙節車 造型都是一樣的 那接下來你只要看到這個造型 你大概就知道 你就是要以造型來做這個 讓它 民眾辨別 對 所以這就是你說的移動程式地標 這個地標 頂管的圖案 簡單來說 這個外面的圖案 這樣還要花多少錢 沒有 這台中大貼紙而已 大貼紙 大貼紙的用力 現在公車我們在公車就是大貼紙的 廣告類的那一種 車體廣告 車體廣告 是 這樣可以長期使用 要每天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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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這是都客運業者 你叫他們去收 你叫客運業者自己去收 客運業者很挺台東市的交通 你都自己在說 我發現 我真的發現 你的講話的褲子越來越像 我們一條龍的市長 真的 我不敢 對嗎 地政局長你看他的褲子有行 有行 我不會把你拿來再掛多走 可能是比比較少 其實 其實局長 我要跟你探討這些 這些事情 是因為大家民眾會覺得說 包括我們使用者會覺得說 前朝 既然有這個規劃 我們也不希望說 遇到什麼就打叉叉不做 遇到什麼 減少的什麼就不做 重點是說 要怎麼做 像你說的 符合實際需求 或者是說 正確的 不好的 像這個缺失 當然要改善 那你這樣子一些費用上 這個已經花了很多了 那我又聽說 你這個除了要用優化公車以外 這個移動程式地標這個以外 聽說 大家 都會聽著說 再來這個美女 30日報 幾十步這個 聽說現在漸漸點點的 順便安靜下來 沒有要走 雙傑這個 是不是這樣 這是 那不可能 這是財產 對啊 所以我公立隊長沒要走 你事實上 用這個優化的專案 優化的專用道 包括這個 來 漸漸的 自然淘汰 這個之前 購買這些美女 就不跑了 不是 這財產已經都買來了 財產可以放棄 我們如果不開 對嗎 不開 檢查員會找我 說你這東西買 你如果不開 所以議員的這個 擔心 我們不可能說這32台 都放在那裡 不可能 對我一台千二萬 對不對 之前 一千三百七十萬 一千三百多萬 對 所以我會提出這個是因為 聽得到這個風聲 也煩惱說你告示 我們不要說 淺草政策 以利否認掉 該跑的 該做的 還是要去做 不然你這 這幾個月 這幾個月 這幾個月的東西 你就這樣讓它 變成財產的 在那裡看 沒有在用 那我會覺得說 你有可能會用啊 就意思意思用一個 有在看到 其實這個都 都是該要檢討的 其實剛剛我問到 剛剛第一個問題 你們那個 市長發表八分鐘 這個事情 其實站的這些工作 應該 講到八分鐘 都沒有改善 那 就像你講的 只能部分 目前部分 其實我們 要很久的 和這個議員 還是要來找一個時間 一早來站的看 沒問題 你要安排來看 你要絕對安排來看 是 因為這兩天的東西 正義那麼大 還有公安的事件 也是常常會發生 大家要 我們也樂觀其成 讓它使用率提高 包括你這個優化 又要做了 不知道 還有個案 真的不知道 所以你那個會議紀錄 你們的 公正業者 你們開會的 這個情況 他們的反應 我要了解 所以說你要提供 書面報告 環境的 提供本事 這部分 因為你的褲子 真的是越來越像 你們老闆 所以說也希望 你把這個 第一個交通治安 交通 交通這部份 算是你四年來 這院 很重要的一個功課 那你這部分 除了這個報告以外 你的所有配料措施 包括這個 騰人的 這個 還沒做這個 你相關的報告 你也提出來 然後安排我們議員 去 一個 這個部分 來做一個 針對這個部分的一個 行程 考察 好 你保證 要做得到 多久 考察 我們這個 這三天 我們質詢了 我們直接安排考察 透過議會 你拜 議員 因為你後面還有 警銷 還有那個 所以我們這個 創料 要總質詢 不要啦 你隨時拜拜 我們就可以了 隨時要 不要再多久 你目前狀況 最新狀況 也是要了解一下 你請坐 那 今天 包括著一個 我們地政局這邊 因為 前組區段徵收 我想 局長也非常的關心 那在我們 大概兩三個禮拜前 又特別到地區去做了一個 一個 會議 所以 目前為止 這一個區段徵收 我想是全國性 也是 蠻受矚目的 因為之前有過大埔的事件 然後 航空城的事件 那我們前組區段徵收 這一件 算應該是非常的 努力很久 那 在各個方面 我相信是比較溫和的一個 過程 來做這個區段徵收的一個 整個流程 那 那在開會完之後 已經經過大概兩三個禮拜的時間 司事局長這邊 也要 講一下 目前的狀況 最新的結果 是大概怎麼樣 是 好 謝謝議員 謝謝議員 寄回來給我們 那我們 我們這個地區一共有1250位民眾 回來的問卷有609份有效的問卷 算是非常的高 超過50%的回收率 對 那我們現在統計的結果 如果贊成繼續推區段徵收的有413人 面積有48公頃 從人數來看 佔了回收的67% 那反對的人數是佔24% 那以土地面積來看的話 贊成的佔回收的70% 反對的佔24% 所以如果以我們回收回來的 贊成的總面積 佔全部的私有土地 就是我們整個 全部私有土地也有48.5%了 如果再加上公有土地的話 其實已經超過50% 所以這個案子 我個人是覺得 應該是算 地方很致辭了 是 應該是沒有問題吧 是 我們會 我們現在正式已經把 問卷分析好 我們準備上簽給市長 我們要建議 目前已經 在哪個階段 就是 已經承給市長了嗎 對 已經 同仁正在簽 因為分析 問卷回收的 那個 醫院調查分析 已經做好了 所以 以你剛剛所有的資料來講 樂觀其成的 贊成的是多數 是 然後 反對的部分呢 反對的 會有任何的一個 行為或動作嗎 在這方面 目前是沒有耶 我覺得 這些 反對的這些 你們有沒有去跟他們了解 然後也是要 告訴他們一些部分的 他們主要是擔心那個分配比例 跟原位次的問題 那原位次的問題 雖然說重化 他們比較喜歡是說 走重化 不想說走徵收 可是其實我們這個案子 分配比例已經達到50%了 底價對方案比例是50% 跟重化幾乎是一樣 至於說 原來部分重化的人 希望重化是說 他可以原位次分配這一塊 其實有大部分是因為 現在他就臨大馬路 比較近 而且有做工廠使用的 這部分的地主 那我想這部分意見可能 絕大部分的地主 可能也不是很支持 那這部分 不是很贊成的 這個民眾跟地主 我們還是會再去加強的勾動 局長那你的這個流程 比如說到市長那邊之後 你可以簡單的講一下之後 如果是這樣子的一個根據 可以試做 可以把這個案件順利的 再往下一個程序推 這樣的狀況 你再跟我們講清楚一下吧 再來又面對的一個流程 是 我們現在議院調查出來之後 上簽給市長 做一個政策性的決定之後 預計應該是可以繼續往下推 那我們可能是在7月份 會正式的對外來說明 7月份 對 7月份 7月份之後呢 那後面 如果大家再沒有什麼其他的 不同的意見的話 我們接下來就要開始進行 協議架構的動作 因為辦徵收之前要做一個 協議架構 其他會完之後 我們就正式你徵收計畫 報內政部 既然是有這個 不錯的一個開始 我希望說地方因為也努力很久 那甚至在這一次之前 這一次要開會之前 其實地方里長等等 他們其實努力到 也直接說 阿老婆就算 其實他們有點想放棄 里長非常的努力 非常謝謝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可行性這麼高的話 你還是之後的步驟 還是要尊重我們地方 是一定的 那希望在你們 一些架構的部分 的這個時程 的這個階段 能夠到地方上來做一個更 詳細的 一定的 跟他們做一個溝通 是 因為我們真的也很害怕 我們好不容易 我們遇到這樣子 那我剛剛有講過嘛 全國性的那個 那之前那兩件 鬧得很不好的一個下場 那我們算比較有福氣 那我希望這個部分 你要協助我們地方 把這個部分做好 尤其是里長那邊 是 林里長那邊的一個意見 是 好那因為在我們 之前在 登位在高鐵嘛 那很多那邊的地主 私人地 你們是曾經給他租用過 當會場也好 停車場等等都好 是 那目前全部的這些租地 已經都歸位了嗎 都歸為給地主了嗎 報告議員 其實絕大部分是無償 這些地主們非常的協助政府 是無償借給政府的 那我們現在其實 借期已經都結束了 我們現在 正在辦點交的作業 可是點交之前 我們要把人家恢復原狀 對 然後要做圍禮 現在好像圍禮的部分 建設局跟交通局還沒有完成 我們現在在催他們 趕快完成之後 我們就趕快辦點交的手續 可是有民眾給我反應 我們來看兩個圖片 好不好 這兩張照片你播一下 這個是當初我們會場其中之一啦 跟第二張 這是前天 昨天 前天下雨 整個地面他們的地面整個都是 都是積水 整個都是 你說的圍禮 是不是現在還沒 現在開始 在做 好像昨天開始有在施工嘛 每天在那邊跑都會看到 除了這個積水以外 另外一個部分沒有去拍到 是 是有個狀況 是有個停車場 塵土飛揚 所以我覺得這 噴這工啊 我們地面這 很順利的 因為住在附近的人真的很苦 不是金水 就是頭 頭三分 整個都背起來 因為你們那個一結束 整個網子是都拿掉嘛 那種黑網 所以我不曉得 這些地主可能 不太願意會 這麼順利的就簽收 跟你們做一個那個 最後的一個簽收 跟議員報告 這個 這個最後點交其實 因為借地是交局付 所以最後點交也要我們來負責 對 但是我們會協調原來用地的單位 包括交通局跟建設局 儘量趕快把它恢復 這樣子好不好 局長 其實這種其實小事情 當初我們要給人家介紹 大家這麼樂意 是 也這麼願意來提供 那因為這個 地雖然他們沒有 目前他們可能地主沒有在上面使用 可是這旁邊都是周圍都是道路 都是用路人在經過 所以很危險 如果像這個 積水這麼嚴重 還有我講的中山路旁 他們在台鐵對面有一片很大 那個天車中 那個就真的是成土非常 很嚴重 所以是 這一兩天你們請派員 不管是協同哪個單位也好 希望這個部分你們盡快去跟他們做一個商量 好 不然你最沒有也是要跟人做一個 不要到這種程度 不要做一點改善 那種改善一定要到他們能夠接受的範圍 不然真的在中山路旁 在這個大馬路旁 都是用路人 全部都是用路人在使用 危害到的還有居民 尤其是中山路後面那邊還是居民 都還有房子 那每天在那邊不管散步公園也好 散步去住家也好 他們每天都在吃山 吃得很辛苦 所以這個問題 你看燈會到現在結束已經那麼久了 這個不要再拖了 所以這一兩天你們派員 專員去幫他們做一個溝通跟協調 有沒有辦法 謝謝議員關係 謝謝 可以 所以這個部分 如果說你們不是很清楚 請你們就找當地的里長 好 我有附近居民可能就會直接跟你們 跟我們直接講 我們跟地主都保持很密切的聯繫 對 好 這樣子你請坐 好 那 交通局長 你一平 我要稍微跟你說一下 我們那個 中捷運 這可能大家很關心 那天我們的 柯老大他們下來 好像也就不了了之 你說最新的消息 北捷下來 譚中捷的這個 你說柯市長 對啊 他們下來就是 他們報告 交給台中市政府的報告 他們現在拿回去重協 重協 嗯 你叫重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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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 不是你啊 沒有啦 我是覺得這個問題一直存在也不是辦法 所以其實也剩沒幾秒鐘啦 大家關心一下啦 因為責任不是推來推去 像你說的 你剛才說你每天都拆來拆去 其實你也很煩的啦 對不對 你也很煩的 這個沒有結論你也很煩的啦 所以說已經炸成今天這個 好 謝謝 感謝五千老議員 黃霞議員 兩位置信 接下來我們請 陳康議員 黃清福議員 陳庆文議員 當然議員 吳請文議員 兩位置信 時間數分鐘請開始 謝謝主席 好 謝謝主席 吳 吳 館主長 本來今天是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看你剛才變財無愛 我也是自己來練習一下 好嗎 吳 什麼叫優化公車系統 吳 比現在還好嗎 那是很好 你好嗎 沒有這是團隊大家想出來 我看你剛才是不錯 這個名詞聽起來是不錯的 不過有實質不實質 我是不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 剛才你有說 我覺得你有一點 你要去了解一點 不管你現在是 集団還是PCM 還是建造 這些你都是交通局要負責任的 所以說 建國的BRT 如果說在新史之中 發生一些狀況 也是你交通局要負責人 你要了解 不是說 那些倉促上路都可以說就好 不要再說這句話 你是在解決事情就對了 解決事情 而且把管理好 不要狀況 不要狀況擺出這樣 這是政客的方向 對不對 對 我也真的 我是覺得這樣 我就發現 你現在 南線公司和安因公尊 就會開始幾條 你說你就坐那個 橘線 中青路到淚南今茅園區 confidence路 北屯路 松竹路到七四道道路 這些路線是有在整個月嗎 現在整個月都用幹線公車來整個月 用幹線公車整個月 不然你沒有BRT就不做就對了 因為那兩輛車在裡面都沒辦法回覆 我是希望這裡一定要趕整個月 林副市長 這部分整個到台中的一個交通 現在捷運要做我看是困難重重 因為金額太多我們平常說 也不太簡單 可是替代方案最起碼大眾運輸要把它做好 所以說這個部分你要趕整個月也要趕做 讓台中市民在行的方面 都好多事通八達 是不是 我是說麻煩你這個部分要趕整個月 你看整個流程 到現在做到什麼程度 你一塊資料好不好 再來 我要希望 在終結 終結這次事件之後 北節一定要來議會報告 台塞開工 而且核業一定要更改 一定要改這個問題 這是本身我堅持的一分 再來 我希望幫助希望的家鄉 來申林補助和賠償事業 這也是我們基地關心的東西 再來一點就是 英交委 計畫的行政跟司法 你看你也是要負到責任 這部分 這三點 我是說 讓你這次事件之後 你應該要去做 而且要積極去做的東西 好不好 來請坐一下 這個 這個 抵政局 這個 總局長 十四起重劃區 齁 這個 這個 第一工區做好了 不過 第六工區 現在開始 開始 開始動工而已 10天之後 不過到現在 圍梨也沒有去圍儲 也沒有說 有一個進度 我想 第一工區已經完成了 你看現在地主都在問 問說 你當時要分配土地 當時我就分配土地 你講一下好不好 好 謝謝議員 這個 十四起 因為 第六工區有土庫溪的問題 是剛剛才決標 剛剛決標 那預計八月份會動工 可是第六工區裡面 土庫溪裡面的設計呢 這個 還有四座橋樑的部分 建設局現在是 還在設計當中 快要完成了 才要發包 所以的確 這個工程的進度 會影響到整個的 重劃分配 那跟議員報告是說 那第一工區就很 就是要 第六工區 就全部要完成以後 才能夠分配就對了 不用等工程完成 我們現在是至少 大的工程發包之後 他的經費可以掌握 經費可以掌握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計算 那你差不多什麼時程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明年 我們現在是預計 可能要到106年 106年 106年 106年中 這樣就三年 這樣三年 還要再多幾個 你八百天的工期就對了 差不多 有辦法提早 要提早 我是說 你總括科這邊 大家 因為你這樣子 真的影響整個一個 土地所有權利 所以我們可以提早做分配 就是經費掌握之後 我們可以提早做分配 而且未來在工程部分 分配好之後 工程完工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先交地 不用等到全區完工才 之前我們為什麼 會分第六個工區 而且4A 4B 就是七個用作 就是要關時間 因為每一次 我們公班的都拖時間 跟四班的班 差很多 讓老百姓他分配土地 都在那裡等 這是不合理的東西 還有一點 我就是要建議 你老百姓這個工程 不要去建設局做 我們 李副市長 我要麻煩一下好不好 地震局 地震局應該要成立一個 土地開發處 跟高雄台北一樣的意思 你不要常常地地震局 他們所幾位 或是要中位 你就交給建設局 建設局局長 有時候有的 沒辦法也有差 我們一堂堆 讓一些的工程延宕 那乾脆你就地震局底下 就一個開發處 你說這樣有合理嗎 我怎麼研究 現在目前為止 地震局 因為他沒有這個 施工工程人員 他現在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委託建設局 第二個是委託營建署的 土地開發 你要開發跟區段徵收 你要一條邊 跟司座要一條邊 這樣你到工程都不會延宕 我們公辦的 我們公辦的 都是延宕太久 讓老百姓 土地所有全人 一臨 我們政府 所以我這點 我麻煩你 要積極一下 你來參考我們高雄市 改動要冷 就要冷 你不要再把一些問題 都丟給 市座 都丟給 那個建設局 建設局 大家每次買也買 買一角就好了 要找一角 一角就好了 你何必就要 混合一個東西 好不好 這個部份 我是請我們局長 這個 這個 要積極 要去成立 謝謝議員 來請坐 等一下 還沒還沒 要這個 我這份 我上次有打 重合科 我要科長說 第八單元 他是完成了 可是完成以後 你還在旁邊 還有我們區段徵收 他在施工 你如果補完工之後 稅間處 他馬上去課稅 他馬上課稅 可是你是要圍起來 圍在圍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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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 這款東西 所以說我想說 局處方面 大家是不是要協調好一點 求稅的人跟它 扶稅 可是我就不能進出 像這個話應該也要做吧 我說這個部份 你是不是在這個時間點 把這個時間點 要跟什麼 稅間處這邊 做一個了解 你不要讓老伯 一直說 你對大家說 中央好了 分配給我 分配給我 你拿圍圍圍圍圍圍圍 那你還要課稅 我就覺得這不公平 對不對 這部份 一定要把它搞定 還有 地上補償物也是一樣 地上補償費 你要去 老爸你要宣傳一下 區段徵收 跟所謂的 重劃區 的一個地上補償費 你應該 如果說四行 那些錢 你要補稅 現在 以前都沒有補稅 那最近你們會把它開出來 說什麼審計處 跟我們糾正 所以我現在說 發一堆 扣交平台 給那些公司 讓大家在那裡 而且一百年到現在 他又不能做一個 整體的報稅 所以說每個人 都繳了一二十萬的稅 這有時候 我們做的東西 你要老百姓 給他了解 所以在整個一個 區段徵收 重劃的時候 一定要做好這些 宣導 讓大家知道 蘇林的 地主 他沒有補稅的沒關係 可是公司 航號 地上補償費 這個就要報 以後 就是一個宣傳還是要做 不要買的時候 可以節省他的稅的 你到現在 讓他再補一二十萬 這是真的要弄 我覺得 這是我們政府 應該要去關心老百姓 不要說 我們自己做一個 我們自己做就好了 就躺在那裡 那課稅以後 檢察院來糾正 就來做 我說 我是這個部份 我是覺得這個部份 要去改進 還有一點 我是拜託 教長 現在的重劃區 公園 跟周邊的道路 我希望說 能夠在整個 整個 重劃分配前 要同步把它做好 這點的部分 這是我們 重劃區 我們應該做 因為重劃 造成道路 銜接上的問題 因為重劃 造成 我們這個公園 有這個公園 可是你 不能說 私辦的都要求他去做 公園 也要完成 不然我們公辦 都要完成之後 都要去辦醫生 這是不合理的 這要改革 我看你們的市府 你要改革一下 這才合理 你不是要求 製辦重劃公司 你說公園一定要做好 要的都沒有要求 這是不合理的事情 還有 我拜託你們 你智宏池不要叫夏娃市 拜託都是秋風谷 台中市的秋風谷就一個就好了 你那麼多的都秋風谷 每個公園都是秋風谷 夏娃市 你不可以寫 比較像韓式的也可以 讓你的公園平面 小孩子 老人家 到公園去運動 你哪有辦法去 比較危險嗎 不然你每個人都夏娃市 讓他們的活動空間變小 這是不合理的東西 我是說現在現有 如果有這個部分 阿拜在平均地前基金裡面 我希望 能夠要馬上編預算 做一個整理 還是現在要做的部分 你就應該要收到收正 這部分應該要做的工作 所以說局長 在整個這個方面 你們一定要局處方面 不是說水利局要求怎麼樣是怎麼樣 這是不合理的 水利局其實沒有這樣要求 他沒有說一定要做夏娃市 你要記得這個部分 我沒有那個夏娃市的公園 不要秋風谷那麼多 好不好 這個部分再麻煩一下 好謝謝議員 好謝謝 那個觀光旅遊局 陳議長 北斷區的觀光點在哪裡你知道嗎 北斷有什麼觀光點 大概大坑那一帶 我們大概整體包括整個封管處管轄的部分裡面 都是作為大概官方點的推動點 我看局長你都沒有當時 北斷區 北斷區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你知道嗎 我說給你聽 好嗎 現在交通網就好了 四十四號道路 國道一國道三的連結 還有整個現在鐵路高架化以後 那還有我們的捷運 現在在製作 還有我們的一些的公車 一些很密集的一個公車 公車路網 整個一個交通路網是非常好的 住在的時候 我們幾個的時候 是希望 在台中能夠推展 一個觀光的一個城市 是坐高鐵 南北到高鐵到烏日 烏日到坐捷運 到北屯 大坑的地方 再坐纜車 再坐森林小火車 再坐纜車到大 大雪山 這是一個很好的 多應聚的一個觀光的一個大眾運輸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 結果你們來到 南村就不會做了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還有大坑有十二個步道 大坑的 你看看它的產業 它的什麼 農特產也這麼多 產業也這麼多 你看蚵蚵 還有蚵蚵 還有蚵蚵 那都是地方的產業 還有什麼 碰鑑 孫子 那都是台灣最好吃的東西 對不對 還有十二條步道 運動 還有自行車步道 這麼多可以休閒運動的地方 你知道嗎 現在台中市 退休人員 都是那些大街八山 這裡這裡好的地方 觀光店這裡好的地方 還有產業這裡好的地方 交通網路 還有好的地方 結果你都沒有拿整個 說要怎麼做 在整個 大坑裡面 現在一二九線在拓寬 一二九線拓寬 如果說你認為大坑到新設 沒有觀光價值 而且它是 低海拔 你是不是說 你森林小火車 你也要做 你有去整個節目 沒有台中市場 森林火車 在我們 在新車 跟我們八仙山 八仙山 跟在溫泉區的地方 跟大雪山 都做個攬車軌 你推廣整個 台中市的觀光 不然你看到 你推廣什麼觀光 我看不見 那一槍 你那外國人 你是 你是在 航空公司帶過 你這個 跟班機的問題 國外接軌 我很認同 可是到國內以後 來台中之後 你要這樣做一些路線 給他們 尤其北斷 有一個環境這麼好的地方 大家都要大 所以我林口最多就是北斷 二十六萬多林口 現在持續增加 所以在這方面 你應該要 重視北斷整個觀光的產業 要怎麼整個 你聽我意思嗎 議員你講的 這部分 我們目前 其實都是在做一個觀光資源的整合 你提到的部分裡面 我們都是在檢討 也在做整合的工作 這個部分裡面 大概也是要 整個把每一個面向的觀光資源 抽離出來之後 做一個套裝 對 原有台中市 大坑是叫後花園 我希望後花園 延伸新設 古關 跟離山 這樣子才對 這些生態的觀光 跟農業的觀光 對 對 好 謝謝 感謝陳生議員 等我議員的質詢 就下面請李壯議員 又質詢時間四分鐘 請開始 謝謝主席 市府各位主管 議會同仁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午安 那個張局長 地震局 我還沒有要跟你問話 這個林佳龍市長 拜訪本席的時候 問我對東區有什麼看法 我就告訴他 希望他趕快 把體餓 這個都更案 趕快辦理 但是過去呢 走了不少冤枉路 所以希望他趕快 要分兩個計畫 屬於有產權的 趕快辦理重劃 屬於沒有產權的這些人 想辦法蓋社會住宅來安置 市長當場表示呢 這件事情啊 叫你應該要趕快來找我 可是呢 本席看了你的報告 你從來這個知智不提 有關體餓 這個部分 是否有重化 這方面的想法 這個紀念呢 應該在前任 胡市長任內 已經有所研究 在你的報告裡頭 知智未提 你也沒有來跟我談一談 體餓這個土地重化 將來準備怎麼辦 呃 我今天的主題不會在你身上 你準備在總質詢的時候 再回答我 今天我要問的是我們 旅遊局跟我們交通局 你們兩位呢 一位是學者從政 一位是企業家從政 你們本來呢 是逍遙自在 可以做自由自在的大人 但是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你們為什麼大人不做 奈何啊 要去做個小人 這個就好像有警察呢 抓到很漂亮的女賊的時候呢 他就會講一句 親本家人 奈何做賊 本來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你們今天想要從政 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覺得你們為什麼不能夠 開大門走大陸 做一點光明磊落的事情 常常要幹這些偷雞摸狗 然後呢 去暗中算計人家的小人 何苦呢 旅遊局長 我想你也知道 我今天一定要問大家 媽祖園區 媽祖園區這件事情很清楚 原本議會通過的六億元預算 經過發包 沒有發包出去 但是 剛好有宗教團體 有不同的意見 那也因為有這些不同的意見 胡市長 變更了計畫 但是不要忘記 它是一座媽祖園區 這個園區呢 除了基座以外 還有很多其他的設施 可是呢 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們媒體 沒有了解全盤的情況 然後就批評說 只有做一個基座 好像就是有人 故意要把它導引到 這個當中有很大的弊端 然後呢 又是搞得到說 啊這個我也要移送 移送正風處 我也知道我們台中市的正風處 根本是沒什麼路用的 作為市長的打手 作為警衣衛 消遣消遣人家而已 何苦如此 我相信以你的才幹 你在外面悠遊自在 當個快樂的企業家 但是今天要你來承擔 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昨天晚上我參加 我們喊K媽的一個參會 市長在台上 講說他如何重視媽祖文化 如何要擴大推廣媽祖文化 我聽你都覺得很噁心啊 今天人家的媽祖協會 願意捐錢來做這個媽祖神像 但是呢似乎熱臉 不知道是貼你的冷屁股 還是貼了林佳龍的冷屁股 得不到回應的情況之下 人家說那這樣子 我不做可以吧 我想我們從媒體看到的報道 我們從這個媽祖協會的 這個負責人 跟我們所做的訪談 我們都可以知道 他對你們是很無奈 那我看到媒體報道更好笑 人家這個準備要捐錢 那林佳龍好像就認為 錢應該直接就捐給我 讓我來處理 今天你是用這種態度 不理不睬人家 叫人家直接把錢給你 天下有這麼好的事嗎 剛剛范松玉議員 也已經跟你報告過 一個媽祖園區裡頭 有多少項的建設 那為什麼我們媒體採訪的時候 把這些其他的建設 簡化成只有基座兩個字 然後呢 要導引媒體變成一樁弊案 你真的需要這樣做嗎 我都不需要你回答 因為我知道你有很多的苦衷 以你做企業家的品格 跟過去的成績 應該不是如此 但是今天發生這樣子的憾事 讓我覺得你真的就是大人不做 何苦要做一個小人 我相信你也想光明磊落 做一點像樣的事情 幫台中市推廣觀光 包括本席也參加 中台灣觀光發展協會 也在那個協會當中 希望我們共同促進 台中的觀光發展 但是一向對海線 大安地區 好的建設 本來可以構思一個雙贏 我們政府部門的預算 做媽祖園區的各種建設 然後媽祖的神像 由媽祖的協會 來捐款 但是幾個月過去了 你們對人家不理不睬 人家今天說 那這樣子我不要捐好了 我何苦如此 人會走天會看 媽祖也在看 如果三年後 我們的媽祖園區 真的只有媽祖園區 而少了那一尊神像 我相信媽祖一定不會保佑林佳龍 能夠連任市長 我相信 因為他天天在外面 到處吹噓他多麼重視媽祖 然後呢 就把大安這個媽祖呢 把他污名化 把他扭曲 人類走 媽祖也會看 請坐 我不想請你回答 你不用回答 請坐 我不用你回答 我只是告訴你 做事情光明磊落 做事情光明磊落 不要玩這種小動作 然後呢 動不動 就想要上媒體 污蔑前朝 然後把大家都罵個湊頭 有必要這麼做嗎 好 你都結束了 換我們交通局長 王局長 你也是一樣 你老是幹這些 專門捧林佳龍市長 然後要去惡意抹黑前朝的市長 我請問你 BRT 你接管了多久 還是不歸你管 我12月25號上任BRT 我當然是主管機關 你主管機關 那你有在管這個機關嗎 你有管BRT嗎 我管 你管BRT 好 我想請教你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媒體經常報導 這個BRT 車輛會夾人 在胡志強時代 如果夾人 當然是胡志強 這個團隊要負責 他的局長是林良泰 那但是呢 從你接任到現在 BRT夾人夾了幾次 請問你 確認了有三次 好 那請問你 夾第一次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會叫他們修改呢 請他們修改了 那夾第二次為什麼又有了呢 他們修改 然後給我的資料說 他們的修改都已經好了 後來給我的答案是說 那個防假的裝置 在最下面是沒辦法防假的 我現在告訴你 如果你已經接管了這個工作 責任就已經在你身上 而不是繼續去抹黑它 請坐 你的報告裡頭260頁寫 你準備把BRT相關的預算 260億元 要轉為改善本市交通狀況之用 我們議會什麼時候 有編列這筆預算 我們議會什麼時候 又通過了這筆預算 你想要轉為其他用 第一個 你這個大學教授 連起碼民主政治的ABC都搞不懂 什麼叫做民主政治的ABC 市政府編列好的預算 議會通過了這一件事情 才算正式發生 我們議會編過260億了嗎 還沒 還沒 既然還沒 你憑什麼用把這260億 轉做改為改善本市交通狀況之用 這是第一個 議會還沒有編預算 一個憑空想像的東西 還沒有完成預算計畫 你也沒有權利去寫這樣子的話 因為議會根本還沒有給你們相關的預算 第二件事情 我們議會另外已經通過 藍線BRT的延伸計畫 包括延伸到台中港 包括經由台中市的東區延伸到太平 好了 你不想做 那我請問你 這個預算 應該怎麼辦 我們就按照議會規定的程序 議會的程序應該怎麼樣 就是辦理相關的 盡視於追檢這樣 是 你總算講對了 請坐 你知道要辦理追檢預算 可是你第260億 第260億 的話是怎麼講的 你要不要再看一看 你260億的計畫是怎麼講的 你要把這260億再加上18億 你要把這些計畫都要轉用 第一個沒有編的預算 你想轉用 第二個 你要把已經通過的預算 你不做 你就應該辦理追檢預算 而不是要去挪作他用 你挪作他用 我要告訴各位 你們局長 在座的各位主管 我要告訴你們 你們如果局長不懂民主政治的ABC 不知道預算哪些可以用 哪些不可以用 哪些可以挪用 哪些不可以挪用 你們如果配合你們局長 做違法的支用的時候 我告訴你 我絕對 本習絕對不會 要你們的政風處調查 本習一定把這些資料 送給監察院審計處來查 他們可能比你們管用 到時候在座的各位主管 你們要小心啊 你不要幫你們搞不清楚狀況的局長 去背這一條黑鍋 影響到你自己將來 公務人員的權益 我希望你們講清楚 而且我覺得發生的機會極大 我們建設局 莫名其妙為了登會 轉移了小型工程款的預算 去搞登會 我相信觀光旅遊局長 你很清楚 這一條錢 本習就準備 要請監察院的審計處 來解釋解釋 議會編列 小型建設局 小型工程款的預算 憑什麼可以經由行政命令 在議會沒有通 沒有決議的情況之下 自己私自挪用 變成辦理登會的預算 然後 現在呢 跑來 建設局跑來 要求追加預算 竟然理由是 因為已經拿去支援登會了 我們全台中 是這麼多的小型工程款的需求 竟然被優先拿去支援了我們的登會 本習也想請教一下 我們監察院的審計處 到底這樣子的挪用 能不能讓他核銷 如果不能核銷的話 我就告訴你們 當時同意之用的 相關的市政府的承辦人員 主管的科長 都可能有相關的責任 而本習相信 監察院的審計處 可能比我們台中市政府的 陣風處 應該還管用 到時候 大家就要自己想一想 該不該做這樣的事情 局長 你自己 在市政會議上 批評台灣塔 一年 有六百萬人次 是騙局 你還舉例 說那要有多少遊覽車 可以排到多長的距離 根本是交通大混亂 可是為什麼 你辦了兩個禮拜的登會 然後呢 本來預估是八百萬的時候 本習已經拿來罵你 說為什麼台灣塔 六百萬叫做騙局 是一場兒戲 你的兩個禮拜 八百萬就是對的 後來呢 你們統計的數字更誇大 已經有一千多萬 當然我們看到一千多萬 這個數字很了不起 你要不要對 你前面的估計方式 承認他的是錯誤的 如果你可以辦登會 兩個禮拜 搞出一千多萬人 那為什麼人家 一年搞出六百多萬人 他的 不是 他的是騙局 你的就不是騙局呢 你是教授 就你的學術專業 做大人的事 您是企業家 我看您過去的資歷 我非常的佩服您 我希望您 開大門走大路 本著你從政的初衷 幫這個社會做一點好事 不要大人不想做 專門幹一些小人的事情 你的手法 會讓人家不此於 你將來的成績啊 過程也很重要 過程也許 會比結果更重要 希望您 謝謝 感謝每週議員的資訊 我們今天早上的事情 到現在為止 那我們中午休息 十二點四十五 我們繼續開會 今天 讓我們一起去 找到 我們不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